这是一部经典的奇幻悬疑韩剧,本期小帅就为大家解说完两季的《惊奇地传闻》 故事开始,男主苏文意外被一团白雾攻击,一时瞬间模糊,整个人浮在半空,瞳孔变成绿色,时间仿佛凝固,接着从空中跌落 醒过后他以为自己被雷劈了,头发一搓一搓的,自己翘了起来,还好其他不见正常 回去后就发现手指多了几个小黄豆,他拿起肥皂搓,肥皂净被他干碎,又找来刷子,结果又碎了 他又用毛巾拼命的错,可小黄豆没有一点变化,苏文仔细回想,难道是白天的意外 第二天苏文被几个孝爸欺负,拿着他的拐杖不停戏弄他,有人翻出妈妈留给他的随身厅 刚想摔掉时被一个女人突然抢走,他一把推开孝爸,把随身厅还给苏文 女人要带苏文去一个地方,却被一人阻拦,那人叫上兄弟和女人开战 一对二女人一点不落下风,孝爸从后面拽住女人头发,却被女人轻松反杀 女人拿起拐杖领着苏文就走在路上,女人伸出手,和苏文一样她手上也有同样的小黄豆 看来女人应该了解一些东西,她们来到一家面馆 面馆看似普通,可里面的人有着各种超能力,甲书力量强大,能徒手掰断钢刀 看似柔弱的小娜可以轻松提起四桶水,几秒钟就可以读取别人几年的记忆 秋衣可以瞬间给人治疗,她们的身体素质是普通人的两三倍,她们是专业的驱魔人 而苏文手上的小黄豆和她们昨天的一次行动有关,就在昨天,小娜感觉到有强大的恶灵存在 三人一边出发,一边联系另一名队友大叔对恶灵展开围堵 但恶灵的实力太过强大,甲书火力全开也只是掀开了小黑的帽子 看到恶灵头上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疤,甲书和小娜联手勉强制服了恶灵 可恶灵实在太强大,使用念力震飞了甲书和小娜 然后杀出包围,路上遇到大叔的袭击 恶灵实力逆天,大叔被反杀了 恶灵蹲在地上吸食大叔的灵魂 他面目猙獰,眼睛变成了红色 嘴里嘀咕着这是他吃过最好吃的灵魂 突然一团灵体从大叔身上弹出来 恶灵满脸惊慌转身逃走 队友及时赶到,大叔已经死透了 灵魂飘在空中,他现在必须找一个重度昏迷的人才行 可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跑到了苏文的体内 另一边,一个大人物参加大叔的追悼会 他名叫张武,明面上是物流公司大佬 还有一个身份,他是这群驱魔人的伙伴 负责资金后勤,四人互相交换情报 他们这次遇到的恶灵已经可以使用念力 实力很可能超过三级 而且触碰身体也无法读取记忆 而大叔身上出来的灵体未根需要一个植物人来活动 但现在却选择了非植物人苏文 而且融合度还非常的好 于是就有了之前小娜找到苏文 顺便就下他带到了面馆 面馆的人拉他入火 一起维护世界和平 邱仪告诉苏文 他们手上的小黄豆是通往死后世界的大门 只要把手放在胸前三秒就能前往那里 按照邱仪的方法 苏文来到阴阳界 见到了圣灵威根 威根告诉他 恶灵会寄宿到有杀气的人身上 借宿主之手杀人 然后吞噬死者的灵魂 吸取到一定数量的灵魂后会变得强大 彻底占据宿主的身体 接着威根重现了一条街上恶灵杀人的景象 随后威根告诉苏文 成为裂魔者风险极大 他的上一任搭档就是在一次行动中去世的 苏文果断拒绝 完命的是他不干 父母去世后外公外婆无依无靠 他不能让两个老人再度承受失去外孙的痛苦 威根给了他一周的时间考虑 如果七天还不加入驱魔小队 那就删除他的记忆 苏文刚离开面馆就接到发小小胖打来的电话 小胖被校爸一伙人抓到体育馆 校爸还让苏文把小娜一起带来 苏文不想连累小娜 自己一瘸一拐独自前往 但小娜还是通过超能力听到了这通电话 苏文赶到的时候小胖已经被揍得不成样子了 苏文仗义 想用自己换下小胖 可校爸怎会善罢甘休 抬手就是一巴掌 他们还要找白天的女人报仇 又是一巴掌打晕苏文 接着一回拳 却被苏文接了下来 此时的苏文体内力量不断涌现出来 苏文单手接住校爸的拳头 眼神中充满杀气 可帅不过三秒 他被一脚踹翻 校爸骑在他身上一拳接着一拳 苏文被打得吐血昏死过去 就在这时面馆的三个人出现 他们本想只救走苏文 可校爸几人不懂什么叫健好就收 拿起拐杖丢在苏文身上 甲叔怒了 一人一拳 三个人各个手臂断裂 小小教训之后 邱仪治愈了几人的伤 又清除了几人的记忆 苏文再醒过来时 身上的伤已经全好了 可一下地 他竟然站立不稳直接摔倒了 原来受伤多年的腿被邱仪治好 有点不习惯 艰难地适应一段时间后 越来越快 在操场上肆意狂奔 留下喜悦的泪水 回到面馆 看到大家给他准备的面条 苏文再次红了眼眶 七年前苏文在一场车祸中幸存下来 想起命运截然不同的父母悲从中来 这时小娜突然感觉到恶灵出现 何秋一冲了出去 苏文担心两个女人 甲叔却一脸淡定 说你还不知道猎魔者有多厉害 在甲叔的协助下 厚重的凳子被苏文一拳干碎 他也发现自己今非昔比了 甲叔决定带他见识见识恶灵 两人狂奔在马路上 速度比公车还快 跑得太快 苏文差点杀不住车 到达目标地点 苏文发现一个昏死的小男孩 不远处一个女人正在用抱枕杀人 担心出事他直接掀开铁栏 甲叔赶来出手阻止了女人 苏文立即给小男孩做了急救措施 紧跟着小娜和秋一赶到 秋一治愈了小男孩 另一边的男人也被证实是恶灵 经常殴打妻子 妻子一怒之下才奋力反击 小娜出手恶令灰飞烟灭 驱魔圆满结束 三人毫不吝啬地对苏文一番夸赞 借机拿出驱魔同款队服 第二天早上三人早早等待约定地点 苏文不负众望地出现 至此驱魔小队集结完毕 这天小娜在做热身运动 苏文捂住眼睛说我不看我不看 还是看看吧 加入驱魔小队后苏文开始了魔鬼训练 刚才欣赏小娜身材的美好心情 瞬间就被小娜打得烟消云散 小娜练完以后 贾叔又给苏文来了第二波训练 无数次的摔倒无数次的站起来 为了赶上和其他人的差距 苏文开始了刻苦训练 从双手引体向上变成了单手引体向上 实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升 此外贾叔还给苏文科普了驱魔常识 驱魔人除了身体素质数倍于常人 还拥有超能力 小娜的感应能力超出常人 负责锁定恶灵出现的位置 同时擅长读取记忆 属于团队中的侦察兵 邱仪擅长治疗他人 属于团队中的医疗兵 贾叔拥有怪力 属于团队的主要输出 至于苏文的超能力值等待慢慢地挖掘了 除了他们四个 还有一个负责经费的张武先生 在灵狱中猎魔者的能力会变得更强 灵狱随即出现在某个地方 类似于极光 但只有猎魔者才能看得到 而他们现在所处的重金式恶灵的数量特别多 因此被选为据点 恶灵的等级一级最弱 随着杀人的数量增多等级会上升 三级开始就非常稀少 四级从来没见过 随后屈魔四人组拍下了他们第一组合照 苏文想悄悄搭上小娜的肩膀 结果被小娜直接甩飞了出去 邱仪和贾叔也受过同样的待遇 原来小娜是不想被人读取记忆 和苏文一样 屈魔小队的每个人都有不愿回忆的伤疤 小娜的痛苦回忆也将一点一点揭开 这天苏文接到电话有恶灵出现 这个恶灵很可能已经三级了 此刻她手里拿着刀子 跟在了一个小女孩后 原因竟然是见小女孩的父亲过得很开心 还请她吃了烤肉 她就要灭人全家 屈魔四人组正在追捕这个恶灵 这是苏文首个任务 但不能出手 如果情绪失控宿主被杀 恶灵不但不会被驱逐 被吞噬的灵魂也得不到拯救 还要背上杀人罪名 等苏文追过去的时候 恶灵正拿着刀子对女孩父亲痛下杀手 女孩无助地看着 刚想逃时被恶灵一把拽过 就在恶灵对女孩下手的时候 苏文冲进来推开了她 同时呼叫其他同伴 就在苏文控制的恶灵触碰到对方身体的时候 她读取到了恶灵杀害登山夫妇的回忆 被害人的女儿居然还给恶灵发过寻缘启示 真相竟然如此残酷 在苏文走神的瞬间 恶灵摆脱控制掳走了女孩 贾叔追到的时候 恶灵正要用几吨重的大石块砸死女孩 贾叔迅速用身体顶住石块 恶灵一脸邪恶 拉着石块想把贾叔和小女孩一起砸死 苏文过来扑倒恶灵 两人再度交手 苏文初出茅庐很快落入下风 小奈赶来 她只能先帮贾叔顶起石块 就在苏文坚持不住的时候 眼方灵域扩散过来 灵域中猎魔人实力倍增 苏文展开极限反杀 面对这个变态杀人魔苏文暴走了 好在贾叔及时制止 留下宿主一命 苏文主导了这次去魔 伴随着一阵抽搐 恶灵被穿梭到阴阳界 接着被危根放逐的鸣和监牢 和无数的恶鬼一起勇士沉沦 被她吞食的登山夫妇的灵魂 也来到阴阳界 两人希望苏文将他们的一段话 带给自己的女儿 驱魔成功 剩下的工作交给警察处理 能被恶灵附身本身也是邪恶之人 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 看着忙碌的警察 苏文提起自己父母也曾是警察 贾叔随口问起苏文父亲的名字 才发现他居然知道苏爸的名字 回去的路上 小娜握着苏文的手 读取到那场车祸中苏文的记忆片段 她意识到那场车祸不是意外 苏文和小娜来到受害夫妇女儿的咖啡店 传达了父母的遗言 受害人的女儿终于释怀 驱魔完美结束 但贾叔陷入了困惑 七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贾叔满脸是血 给苏文父亲通了个电话 刚提醒他小心 话没说完就被一群黑衣人围上 接着被扔下大楼 昏迷七个月他突然坐起来 除了自己坠楼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要查清楚他坠楼的真相 可在他身上的圣灵不愿与贾叔一心一意地只想着复仇 双方一番争执后 圣灵直接离开贾叔的身体 贾叔当场昏迷过去 驱魔人和圣灵之间签署契约 唯独苏文没有 驱魔人如果不放弃过去 那就无法获得重生 这也是七年以来为什么贾叔没有追究过去的事情 他口袋里只剩下一张名片 正是苏文父亲的 而小娜也读取了苏文车祸的记忆 清楚地听到一句话 死了都处理完了 这分明就是一场蓄意的谋杀 巧的是那天正式公布市长选举结果的日子 2013年10月23日 而贾叔也正是这一天遭遇的不测 这绝对不是偶然 三人决定这件事先不告诉苏文 贾叔来到警局 通过身份证调查卷宗 发现自己被判定为自杀 苏文父母车祸的原因竟然是肇事司机酒驾 两起案件由同一个人郑英负责 贾叔决定会会这个郑英 郑英接到贾叔来访的电话突然震惊 接着神情复杂 就在贾叔等待的时候 走廊过来一个和警察有说有笑的人 可笑的是警局的墙上还贴着这个人的通缉令 更巧的是这个人也参与了七年前围杀贾叔 不过贾叔现在是记不起来了 郑英也看到了这一幕 对科长丑陋的行为以及警戒的腐败感到非常的无奈 郑英见到贾叔递给他一瓶饮料 两人为了避嫌来到警局外 贾叔发现郑英似乎曾经和他很熟 也知道他喜欢喝什么 他们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贾叔掀开自己衣服 说你见过跳楼自杀肚子上还有刀疤的吗 但不知道是另有引擎 还是背后恶势力伪装的太好 郑英坚持当年自己的调查结果没有问题 接着说起车祸的案子 郑英说当年肇事司机已经死了 他还确认过尸体 可贾叔告诉他当年肇事的卡车上不是一个人 而是两个 郑英听完之后陷入了沉思 七年前的雨夜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另一边的苏文又摊上市了 小胖子带着一群小弟大摇大摆的闯进教室 黄毛被苏文奏后找到高三的笑霸小胖子 希望他能出手教训苏文 毕竟黄毛是市长的儿子 这个面子还是得给 何况苏文也挡了小胖子的财路 一个小弟大声嚷嚷谁是苏文 同学们闪开一条路 一个瘦肉的瘸腿男生回应我事 小胖子发现苏文是个瘸子 都不屑动手 让苏文下课后到食堂仓库 苏文直接拒绝 笑霸不爽啊 二话没说把苏文踢起来 狠狠地砸在窗户上 接着一把拽起苏文 可没想到苏文开始反击了 他掰开笑霸的手凝成了大麻花 接着一个扫腿 笑霸被干晕了 还有不服的 同样一拳撂倒 小胖子按捺不住内心的狂躁 挥着拳头冲向苏文 苏文躲过拳头迅速还给对方一记耳光 小胖子颜面扫地 冲上去又吃了两对耳光 可他还不肯罢休 又冲了过去结果 小胖子直接被KO 苏文警告他们以后不许再收保护费 欺压同学 众目睽睽之下笑霸惨败收场 学生们欢呼雀跃 可事情并没有结束 黄毛怂恿小胖 正面硬刚不行 那就对苏文的朋友下手 紧接着苏文就接到了黄毛的视频电话 赶到仓库就看着发小被打的遍体鳞伤 苏文暴怒之下淋浴拔地而起 此时维根也被苏文不稳定的情绪影响到 面馆中小那三人也看到腾起的淋浴 三人全速赶到仓库 仓库这边混混们一拥而上 可这些人怎么是驱魔人的对手 被揍得鬼哭狼嚎 这个始作勇者市长的儿子自然也跑不掉 此时的苏文已经完全失去理智 就在黄毛快要隔屁的时候 贾叔及时制止了他 丘仪想要给这些人抹掉记忆 苏文拒绝了 也许他会为此付出代价 但这件事必须做个了结 贾叔也认可苏文的做法 鼓励他勇敢面对一切后果 可这些恶霸中不乏富家子弟 他们岂能善罢甘休 第二天恶霸们的父母 更是来到学校当面质问 场面一度混乱 苏文更是被认定成了加害者 当知道苏文无父无母时 领头的西装男态度更是嚣张 抬手就给了苏文一拳 当众掩饰了什么叫上梁不挣下梁歪 家长们也都嚷嚷 赶紧送这个穷鬼去坐牢 就在这时 张武穿着老北京不斜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进来了 他怒斥这群人的儿子 都是欺凌弱小的人渣 而苏文是为了拯救 被这些人渣殴打的朋友 才做的一切 小娜将现场物证丢在地上 上面有这群恶霸的指纹 接着要求警察做指纹对比 他要把这群人渣 以杀人未遂的罪名 全部送去吃老饭 西装男还要发言 张武二话不说 直接把他打苏文的还了回去 作为全国前五十的富豪 这点是对张武来说都不叫事 老实见双方都惹不起 想大事话小握手言和 张武直接对回去了 早干嘛去了 张武也当众宣布 苏文是他的养子 这件事他会追究到底 谁也跑不了 第二天恶霸们的据点被查封 可苏文的事还没完 驱魔人三条铁律 不能用异能解决私人恩怨 不能随便介入人间事物 对驱魔人的事绝对保密 现在四个圣灵正在讨论 准备取消苏文驱魔人的身份 苏文知道后非常不爽 不是他舍不得 而是维根答应过 他让他见到自己的父母 没见到父母 他是不会离开驱魔人队伍的 面管四人相继来到阴阳界 维根没表态 秀虎站在苏文这一边 另外两个圣灵认为 苏文不适合继续做驱魔人 丘仪火力全开 说保护自己身边的人有什么错 你要开除他就等于伤害我们的家人 对着这四个圣灵一顿喷 贾叔和小娜在火力全开的 邱仪后面默默支持着苏文 在一面倒的形势下 苏文驱魔人的身份终于保住了 随后维根让秀虎查一查 苏文父母的死亡记录 可秀虎按照年份检索 竟然什么都没找到 那么苏文父母的灵魂究竟去了哪里 另一边黄毛作为市长的儿子全身而退 市长此时正重金引入一个大项目 黄毛的这种丑闻自然不能曝光 一个老人大声嚷嚷着 说着市长小时候的贫困生活 话中全是鄙夷 老人是脚下这片土地产权所有者 可他对市长的开发计划非常不满意 他还提到以市长为首的太深集团 在这里埋过尸体 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胁 老人表示市长如果想拿下这块地 那就老老实实地加钱 市长显然不会这么认在 镜头一转 一个废弃的汽车处理厂中 大黑接到了电话 他联系了操作员 操作员正是之前杀死大叔的小黑 小黑喊了大黑一声爸爸 对他很是顺从 可从年龄上看明显不对 大黑把老人的资料交给小黑 要他从老人那里拿到地产文件 还让他在儿子生日的时候买个蛋糕 必须是指定品牌 临走大黑接到儿子的电话 通话中能感觉到这个儿子才是轻生的 小黑看着大黑的背影眼神中充满了不甘 小黑按照只是开始了行动 他用胶带绑住了老人 任凭老人怎么哀求小黑都不为所动 接着用胶带一圈一圈封住了老人的嘴 手一伸一把剪刀飞到了手里 小黑摘下帽子戴上耳机 听着舒缓的音乐 开始了他的暴行 等警察发现的时候 老人的肠子被冻在了冰箱里 他的伤口也被缝合好了 可人却隔屁了 解决完老人后 小黑把地产文件交给了大黑 大黑刚表扬了他两句干得不错 结果小黑微微懦懦地说了一句 爸爸我犯了错误 这把大黑给气的 他明明交代拿到文件就好 原计划是把文件伪造成地产赠送证明 留下老人一命来签字 现在可好 老人被小黑干掉了 财产全部由老人国外的儿子继承 大黑把小黑胖揍一顿 问他为什么杀掉老人 小黑非常慎人地说了一句话 因为我想杀人 这一刻的小黑实在太恐怖了 另一边假说可以确定 袭击自己的人和杀害苏文父母的人一定有着联系 可他却不知道该从哪里查 警局里 通缉犯大摇大摆地随意进出 陪同他的却是警署的科长 男人叫昌奎 七年前参与了围杀假书 昌奎和二哥提起 他在警局见到一个和七年前被逼死的警长长得很像的人 这里说的就是假书 二哥若有所思 另一边的郑英想着假书的事情 他是有正义感的警察 可在乌烟瘴气的警署中 一直被处于孤立的状态 这天郑英和助手准备提审一名犯人 这名犯人又被科长放了出来 犯人是昌奎的小弟 他愤怒地拦下昌奎的车 可看着对方扬长而去 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 郑英找到署长 指责对方将被停职的刑警重新招进来当科长 署长给的理由是 就是让科长出面干这种脏活的 自从假书坠楼事件后 那个曾经正派的署长变得唯利是图 这中间似乎有什么隐情 此时的警署已经成了权贵们的玩物 郑英失望透顶 就在假书对过往的追查心烦意乱的时候 郑英终于下定了决心 开始配合假书 他偷偷取走证物柜中假书的手机交给了他 郑英的转变让假书有些意外 可更意外的还在后面 郑英告诉假书他们曾经是一对恋人 郑英在假书一脸猛逼的状态下转身走了 假书找人修复了自己的手机 发现他当时正在调查一个女孩小金 通过警方资料库中查到 女孩从当年失踪到现在七年过去 已经按死亡处理了 回到面馆 假书看着通话记录中 他昏迷前的最后一通电话 备注人正是苏爸 他随手拨了过去 竟然还能打通 而接电话的人竟然是站在门口的苏文 假书说自己曾经也是刑警 这是以前的号码 事事而已 小娜和邱姨也很配合 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 苏文一直觉得 如果不是自己提前一天 然后接自己回家 就没有那天的车祸 他觉得是自己害死了父母 可面馆的三人知道 苏文父母的死不是意外 可现在还不能让他知道这一切 与此同时 一个女人神神秘秘地 往蔬菜汁中加了一勺花生酱 他看着老公喝下那杯蔬菜汁 接着问老公说 你吃了花生真的会死吗 男人说凡是和花生沾边食物 吃一口都会有生命危险 先咳嗽后呼吸困难 症状还没介绍完 男人就变得呼吸紧促 赶紧跑去找药 女人站在一旁疯狂大笑 等到男人倒地身亡后 他拿出男人的手机 给自己赚了12亿韩元 女人坐在马桶上高兴到起飞 她对着镜子美美地涂着口红 突然一只手伸出来 镜子里出现了另一个她 原来镜子里的女人 就是寄宿在女人身体里的恶灵 女人脑海中经常出现的 那个声音就是这个恶灵 恶灵是女人在杀死 第一个老公的时候出现的 恶灵说男人都是 死有余辜恶心的东西 女人听后更加激动 对着尸体狠狠踩了几脚 她要恶灵不要再离开她 一个恶灵一个毒妇开始的狼狈为奸 另一边 苏文正在把玩一小块淋浴 面馆的三人非常震惊 他们怀疑苏文能召唤淋浴 赶紧把她拖进面馆 让苏文展示出来瞧瞧 苏文一同鬼哭狼嚎 结果毛都没出现一个 看来他们是想多了 四人坐在椅子上 唉声叹气的时候 苏文感应到了短发女人 在车上邱一提醒 这次的试的三级恶灵 能发出两种声音 那是恶灵和宿主在沟通 还能读取人类记忆 让人迷失心智 到达商场众人分头搜索 此时恶灵看上了售货员的项链 直接拽下来就走 苏文和恶灵擦肩而过 向同伴报告位置后 一路跟进了电梯 苏文不知道的是恶灵 早就发现了苏文在跟踪 打了苏文一个措手不及 苏文瞬间失去战斗力 小娜感到和恶灵开始干涨 只可惜三级恶灵太强悍 小娜以为恶灵拿捏得死死的 恶灵掐着小娜的脖子 夺取到了小娜的记忆 记忆中小娜一家四口 似乎被人下毒 只有小娜活了下来 恶灵还嘲讽了一下 一个人活下来的滋味不好受吧 这时假叔终于赶到 怪力大叔名不虚传 一个重拳放倒恶灵 可此时警察感到带走了女人 驱魔无法进行了 而这个女人后来 也成了他们一个强大的对手 回到面馆后 小娜便神神秘秘地去了一个老宅 短发女人的那句 一个人活下来的滋味不好受吧 这句话揭开了小娜心中的伤疤 她想回到曾经的家看一看 苏文不放心一路跟随 小娜走进老宅 回忆起母亲的热情妹妹的温馨 感慨万千 忽然屋内传出声响 原来两个女孩无家可归 偷偷住在了这里 苏文听到动静赶紧冲了进来 另一边的假叔找到正英 两人在手机中发现 除了失踪的女孩照片 还有一处房子的照片 两人决定到那处房子找找线索 结果还真在墙壁上发现了血迹 从血迹来看 受害者至少被捅了七刀以上 他们怀疑就是那个失踪的女孩 这时假叔接到苏文的电话 问他能不能收留这两个女孩 假叔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外面突然传来动静 原来这里快要拆迁了 一群混混过来看看这里还有没有活人 女孩赶紧关灯 但还是被混混发现了 小娜赶紧出手救人 双方动起了手 不知道是假叔走运还是昌奎点太北 这群混混的带头大哥正是昌奎 他们兄弟三人 大哥是市长的心腹 二哥就是这个戴眼镜的斯文败类横奎 太深建设的会长 昌奎是己人中的老三 昌奎见到本该死去的假叔出现在他面前 吓得魂不附体 假叔这时也认了出来 这个人就是当年刺杀他的昌奎 假叔一拳干碎玻璃 昌奎想跑 被苏文一拳干晕过去 小娜读取了昌奎的记忆 确认了昌奎就是当初捅了假叔的人 假叔又问是不是昌奎杀掉了照片里的女孩小金 小娜摇了摇头 说这家伙整天嗑药记忆混乱 假叔郁闷了 小娜给出建议 从昌奎的记忆里知道昌奎就是个大手 幕后指挥的是他的亲哥哥太深建设的会长横奎 他们决定放长线钓大鱼 他们抹掉了昌奎的记忆 打成包裹丢在了太深介绍的办公楼门口 二哥打开一看是自己弟弟 脸色瞬间阴了下来 而在不久前 大哥二哥还有市长还在密谋着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关系到了小黑 小黑的身份也在一点一点揭开 之前因为小黑自作主张杀掉老人 导致市长的计划不能顺利进行 二哥要求大黑做了小黑 夜里小黑对大黑一口一个爸爸 很是恭敬 大黑说他怎么这么傻 天天对他又打又骂的还是让干啥就干啥 俩人谈话中知道原来小黑是个孤儿 从小被大黑收养 他非常渴望亲情 所以才对大黑言听计从 只可惜在大黑的眼里亲情根本比不上利益 他还是决定干掉小黑 可是有三级恶灵附身的小黑战力滔天 大黑的手根本不听自己的使唤 他跪在小黑面前一边求揉 小手枪一点一点挪到自己下巴下面 一声枪响 大黑死在一脸悲愤的小黑手里 没有了大黑的制约 今后的小黑像初中的野兽更加恐怖了 另一边贾叔在照片的房子中采集的血液检查报告出来 现场发现三种血液 一个是受害人小金的血液 一个一名男性的血液 一臂血型 还有一个是动物的血液 贾叔决定将这个消息告诉金姐 此时的金姐正在老人的别墅外查找线索 诡异的是别墅周围的监控拍下了 嫌犯出现在了附近 可下一个监控嫌犯凭空消失了 贾叔将血液检测结果交给金姐 要他去裹检科做对比 贾叔和苏文留下来观察地上的足迹 嫌犯的足迹顺着墙壁居然直接上了天台 俩人顺着足迹一路追查 怀疑嫌犯是被恶灵附身了 可在警局里 署长把老人的案子强行转到了科长那边 看来这个案子又是一个需要隐瞒的案件了 正因一脸无奈 可他细想 对方掩盖的并不是罪行 而是老人身上的秘密 夜里他悄悄来到老人的别墅 还真找了线索 在一张市长竞选的合照上出现了老人和失踪的小金 再查看老人的血型 巧的是老人就是一笔血型 正因和贾叔同步了信息 此时苏文就在贾叔身边 他随手翻起桌上的案件资料 其中的一张图让他非常意外 这不就是他在父亲的存储卡中见到的画面吗 联想到贾叔说过 这件案子牵扯到多名刑警的姓名 他发疯式地翻开案件详情 果然看到了自己父母死亡的照片 现在他终于知道父母的死并不是意外 苏文愤怒了 他埋怨三人瞒着他这件事情 可他现在不理解的是这三人是为了他好 小娜告诉苏文其实他是见过凶手的 只是把那件事故的记忆封存了起来 原来车祸不久苏文就得了失忆症 长大后 每次看到那段事故路段他都不敢过去 苏文一边喊着要找回记忆 一边哭着离开面馆 他打电话给发小 现在他最需要的就是朋友的帮助 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苏文有事 两个发小总能放下手上的事 第一时间守护自己的好友 也是有着两个好友的支持 从小遭遇不幸的苏文才能一路走到现在 在当年事故发生的路段 苏文不断自责 是自己害死了父母 两个好友现在能做的只有默默抱着他不停的安慰 第二天秋仪和贾叔来到阴阳界 两人寻思着让苏文和父母见面 也许苏文的心情会好受一些 可他们得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 苏文的父母不在阴阳界 也许苏文父母的灵魂被恶灵吃掉了 仿佛是验证了微根的话 另一名的小娜帮助苏文进入了七年前的记忆里 俩人坐在回忆中的车上 苏文看着父母 看着七年前的自己 一家人是那么温馨 可以想到随后发生的事情 苏文还是经不住泪流满面 一番惨痛的回忆后 小娜提醒苏文回忆里的东西什么都不要碰 会出问题的 这时苏文父母的灵魂从身体飘出 肇事的车上下来一个恶灵 吞噬了苏文父母的灵魂 恶灵临走前看了一眼昏迷的苏文说 就让这孩子自生自灭吧 说完转身走了 小娜看着恶灵眼熟跟了上去 她震惊地发现 这个恶灵居然就是杀死大叔的小黑 可更让她震惊地还在后面 就在同一时间 废车场里 小黑把大黑的尸体装进车里 然后连人带车一起给压扁了 接着收拾东西准备跑路 可这时她忽然感应到了什么 拿起桌上的手机瞬间来到了苏文的记忆中 小娜被小黑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不停地后退 小娜认出小黑就是杀死大叔的人 可这明明是在记忆中 小黑居然能看到她 此刻的苏文看着杀害父母的仇人就在眼前 瞬间红了脸 冲过去一拳锤在小黑脸上 两人开始了干仗 小黑一把掐住苏文的脖子 她竟然认出来苏文就是车里的小男孩 小娜想要阻止的时候 俩人却突然顺移到了废车场 废车场里俩人继续干假 小黑一拳把苏文又打回了记忆中 不甘心的小黑握着手机 瞬间出现在苏文的身后 俩人又斗得难解难分 这时记忆中的卡车发动了 朝着苏文和小黑撞了过来 眼看就要失控 小娜及时将苏文带出了记忆 没干掉苏文 小黑一脸的不甘 苏文同样不甘心 她还想回去和小黑继续战斗 小娜提醒她小黑是三级恶灵 你都不过她 你不怕死 可你得想想你的外公外婆 苏文瞬间熄火了 回到面馆贾叔和苏文摊牌了 她和苏文父母就是因为调查小金被杀的案子 才被人害死 另外 失踪的小金曾是市长阵营的人 后来突然人间蒸发 结合贾叔和苏文父母七年前调查小金失踪 贾叔推测很可能是市长派人杀掉小金 被他们查到一些线索后 为了保住市长之位才给他们痛下杀手 最近又有市长阵营中的老人被杀 不久后阵营发来了杀害老人的嫌疑人的监控照片 贾叔发现又是小黑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小黑 此刻苏文盯着小黑的素描画 脑海中闪过和小黑战斗画面 经过一番仔细回忆 脑海中出现一个地址 天鹅飞车场 驱魔四人组和郑英赶到飞车场展开搜索 小黑人早就跑了 苏文发现了小黑的工作服 知道了小黑的名字轻蚀 另一边邱怡发现了被小黑压得面目全非的大黑 现场的由警方接管 郑英让几人走后直接来了个骚操作 他知道署长还会隐瞒这起案件 干脆先通知了媒体再报案 署长赶到现场后立刻就遭到记者们的围堵 可现在想瞒已经不可能了 媒体报道满天飞 署长压不住了 他找到市长 市长居然说把舆论搞大点 说小黑是十恶不赦的连环杀人魔 舆论声势越大越好 但重点是小黑不能活捉 在场的人心领神会 昌葵带着一群小弟嘚嘚瑟出现在面馆门口 邱怡问贾叔那家伙都捅他们了 贾叔还没指完 昌葵就被一巴掌呼了出去 接着又是被邱怡一顿摩擦 那小弟的小刀都耍不利索了 还想威胁 张武小手一掰 贾叔揪住昌葵刚想暴揍一顿 突然读取到一段记忆 昌葵和二哥聊到市长竟然打算竞选总统 另外二哥叮嘱昌葵一定抓住贾叔 不然水库的事情被发现 竞选总统的事一定会失败 赶走昌葵后 贾叔和其他人同步了消息 苏文听到水库 想起附近笔记本中记录着水库 背后还有一串数字 几个人立刻前往附近的水库调查 可他们不知道车上已经被人装上了跟踪器 紧接着一辆卡车朝他们撞了过来 给了他们一个猛烈的撞击 看着没了动静 昌葵跳下车一脸嘚瑟 吹着小口哨 对着报废的小车拍视频 突然车门朝他飞了过来 昌葵一回头 贾叔从车里出来了 昌葵眼都直了 差点吓尿 这到底是一帮什么人 爬上车赶紧开溜 好在贾叔几个人身体强悍没什么大事 回到面馆 张吴给他们买的新车也到了 不过水库的事还是没有头绪 贾叔钻进车里直接开到太深建设楼下 栏栏警告贾叔不要搞事情 贾叔顾不了那么多了 凭着超强的战斗力 一路火花带闪电地杀进二哥办公室 他警告二哥以前杀人埋尸轻而易举 不过以后可得小心了 二哥也不是吃素的 说法治社会一切得讲证据 贾叔说水库里小金的尸体 哪怕是抽干水库的水他也会找出来 临走他警告这帮人 以后别有事没事到面馆找事 贾叔走后二哥松了一口气 看来贾叔是真的失忆了 他还真以为水库是真的水库 另一边 苏文无意间看到电线杆上的一串编码 和水库后面的数字很像 这一对比发现那串数字就是电线杆编码 通过阵营他们查到电线杆位置 到了现场后终于找到了视频中出现的地方 后面的所见所闻让几个人大吃一惊 这里臭气熏天 地下埋着数不清的城市垃圾动物尸体 几人怀疑市长把这些年害死的人都埋在了这里 最可怕的是 这块土地上方就是这座城市的水源 没经过处理的废水垃圾都排放到了百姓的饮用水中 难以想象这座城市的人每天都喝着这样肮脏的水 附近的大量居民由于垃圾的污染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症状 附近的人收集人证物证向警方举报 更有人想要在垃圾场放一把火引起媒体的注意 这样也许就能揭露市长的丑恶罪行 可奈何市长一手遮天 一切都是徒劳 更讽刺的是市长要建的生态公园就在这片肮脏的土地上 几人离开前在附近安装了一个监控 他们要收集这些恶人的罪证 另一边小黑被全城通缉 新闻大肆报道 市长还特意召开新闻发布会 说警方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一定全力抓捕小黑还地方一个太平 正因一脸冷漠地看着市长作秀 这天小黑偶遇了市长的儿子黄毛 小黑的脑海中突然说了一句 这是我们的同类 小黑看着黄毛意味深长地说了句有缘再见 听到黄毛一脸猛 苏文父母继日这天 得知父母真正的死因 苏文终于放下心中包袱坦然面对 在当初发生意外的路口 苏文对着鲜花向父母保证 一定抓到小黑给他们报仇 可就在苏文回去的路上 小黑一脸坏笑地出现在苏文身后 两人四目相对 杀父仇人就在眼前 维根这时感受到苏文情绪的波动 提醒他不要单独行动 苏文早就红了眼 顾不了那么多了 这时灵狱出现 他有信心在灵狱中打败小黑 灵狱外 苏文这个矛头小子根本不是小黑的对手 眼看落入下风 苏文假装打不过 抱着小黑滚进灵狱 有了灵狱的加持 苏文瞬间爆发的战力 可把小黑吓了一跳 小黑的手也被苏文打断一只 可小黑也读取到了苏文有关灵狱的记忆 直接将苏文打出了灵狱 驱魔人看到的不同 小黑感受到的灵狱朦朦胧 没有了灵狱的加持 面对三级恶灵的小黑苏文就是送人头的 阴阳界中的危根这时也瘫倒在地上 其他三位圣灵赶紧通知驱魔小队赶来救援 苏文被小黑踩住脖子 他试图召唤灵狱过来 眼看灵狱扩散到眼前 小黑抓过一块玻璃 瞬间刺穿了苏文的手臂 灵狱消失了 眼瞅着苏文就要和父母团聚 附近搜索小黑的正英出现 可在恶灵眼中普通人就是蝼蚁 小黑发动念力 正英手中的枪直接飞到了他手里 正英猛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驱魔小队赶到 一番乱斗后小黑跑了 苏文的伤势太重了 秋夷拼了自己一年的寿命 黑发一夜之间全白 终于救下了苏文一命 经过这件事情后 苏文知道自己和小黑的差距太大 想要打败小黑必须掌握召唤灵狱的方法 他拼命地回忆 每次都是愤怒悲伤恐惧的负面情绪出现的时候 附近的灵狱开启 开始尝试让痛苦充斥全身 同一时刻 阴阳界中的维根发现自己开始渐渐变得模糊 苏文这边伴随着情绪失控 灵狱果然出现 他甚至产生了噩梦般的幻觉 情绪到了失控的边缘 他变得疯狂 一番大吼过后世界恢复了平静 苏文清醒过来后他有些后怕 阴阳界中的维根终于恢复了正常 维根还没回过神 迎面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手里还牵着笑天犬 另一边小黑握着自己骨折的手腕 伴随着一阵嘶吼手腕震了过来 这是电视上播放着市长准备竞选总统的新闻 这让小黑想起市长刚当选的情景 大黑吐槽脏活累活都是他和小黑扛了 结果市长当选后他们只能在背后赚点小钱 大黑拿出一份录音告诉小黑 只要这份录音曝光市长立马完蛋 小黑跑路的时候 除了带走一份账本还有这份录音 他决定找市长玩票大的 另一边市长这里 现在他的知识率非常高 形势一片大好 只要他的生态工程项目启动 在这片垃圾场上盖上公园大楼 他的罪证就彻底消失 他要在这次工程启动仪式上 正式宣布参加总统大选 这天贾叔收到郑英的消息 他们送去检测的小金的血液样短不见了 很明显这还是市长背后搞的鬼 既然正规渠道行不通 那驱魔小队的人决定也玩票大的 保证市长惊喜连连 隔天市长期待已久的工程发布会即将开始 一切准备就绪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将是他人生中最精彩的一天 驱魔小队偷偷潜入会场 贾叔控制了电路 贾叔着实让他酸爽了一把 修衣化妆成了清洁大妈 苏文控制了主控室 张武和小娜准备了垃圾场的废水 此时的市长在台上意气风发 回答着主持人的各项问题 接下来就是要展示生态工程的宣传片了 众人满脸期待 可下一秒在场的人震惊了 大屏幕上播放着垃圾场的画面 还配上市长的鬼畜形象 要多鬼畜就有多鬼畜 市长坐不住了 那脸上都快凝出水了 就在一群人不明情况的时候 贾叔冒了出来 隆重地介绍了一下这个罪恶滔天的市长 随着小娜按下开关 飞流直下的污水 被市长一脸惬意的全盘招收 驱魔小队及时补刀 又是灭火器又是喷污水 高端的会议现场彻底乱成了一锅粥 除了市长 他的心腹大哥还有二哥昌奎谁也好不到哪去 这些污水都是垃圾场的废水 他们算是自食恶果了 场外的记者纷纷涌入 发布会彻底沦为了笑话 停车场里 贾叔堵住了一脸狼狈的署长 这个曾经的警戒大哥 贾叔不知道为什么他和市长狼狈为奸 不过他警告署长 有他在事情只会越闹越大 有种就来抓他 事情闹得这么大 环境调查组的人开始介入 市长多年来的罪行随时可能曝光 竞选总统的事情只能先放一放了 二哥告诉市长说 贾叔曾经说过 小金死亡的事情一定会彻查到底 这件事如果曝光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市长彻底怒了 看着桌子上的照片 狠狠地说了句干掉这些人 大哥愣了 二哥傻了 他拿出常规曾经拍下的视频 市长看了看也傻了 车都被撞成这样了 这帮人居然还不死 就在这时小黑来了 他人狠话不多 砍云保安抓下门禁 一路就杀了进来 小黑进了屋 还有保安跟进来 被小黑一把摁在桌子上 小黑一伸手 一把刀飞到手边 刚要下手被市长喊住 小黑和市长正式会面 他要求市长撤销对自己的通缉令 他就交出市长新信念的罪恶账本 还会帮市长对付驱魔四人组 而市长更是老狐狸 比起撤销通缉令 直接宣布小黑被抓或许更加合适 两人对视一眼心领神会 在市长的运作下 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发现了连环杀人魔小黑使用的车辆 车上还发现了烧成炭的小黑 此刻的小黑已经改头换面 拥有了新的身份 市长抓了连环杀人魔的新闻 传遍大街小巷 之前垃圾场的负面新闻彻底无影无踪 市民对市长的支持率又一次达到顶峰 互联网没有记忆哪都一样 风头过后又是一条好汉 可就在同一时间 苏文就不那么顺利了 就在他们大闹记者会后吃烤肉庆祝的时候 收到了威根的传话 驱魔小队来到阴阳界 这回的气氛相当不对劲 中间的那个就是圣灵检察官 最近驱魔小队的人 一直用神力干涉人间的事情 已经触碰到了底线 只要违规五次就会被逐出驱魔队伍 邱怡和苏文违规三次 贾叔和小娜违规四次 好在还没吃到红牌 以后只要安分守己那就相安无事 审判完毕 检察官要走的时候 威根突然说了一句话 他要求取消苏文驱魔人的身份 所有人一脸震惊 威根表示苏文冲动异怒 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而且屡次不听劝解 驱魔小队也因为苏文的加入变得频繁违规 甚至还让恶灵读取记忆 知道了灵欲的存在 苏文这下慌了 小黑逍遥法外 父母的灵魂还没得到解救 他苦苦哀求再给他一次机会 只可惜这一次他又变得情绪激动 越是这样越是证明苏文不适合做驱魔人 尽管其他人不断求情 但事实摆在眼前 他最近确实有点火气旺盛 检察官最终下令威根和苏文解除关系 回到面馆 驱魔人标志性的卷发慢慢变质 苏文准备起身重重摔了一跤 恢复了普通人的身份 他的腿再次变绝 世上最残忍的是 莫过于给人希望又浇一盆冷水 可更残忍的还在后面 圣灵要求删除苏文的记忆 小队的人实在下不去手 张五站了出来 他知道苏文和其他三人出生路死 感情特别深厚 这个坏人就让他来作罢 苏文不断哀求 父母大仇未报 他要记住大家 可一切都是徒劳 随着神力发动 苏文彻底失去意识 张五送苏文回家 又抹掉了外公外婆 关于苏文腿上恢复的记忆 可张五知道万一苏文遇到小黑 一定要第一时间逃跑 所以他还是没忍心删除苏文的所有记忆 而是让他深深藏在心里 另一边 小黑正在集结全室的恶灵驱魔小队 接下来的局势变得更加凶险了 苏文早上醒来 就像过去一段时间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他一瘸一拐地走出卧室 来到学校 黄毛一伙人发现苏文的腿又瘸了 这几个人的小心思立马活泛了 苏文的发小却是又疑惑又心疼 邱怡和贾叔来到学校门口 看着苏文一切都好 看到小黑自杀这个爆炸性新闻 瞬间崩溃 他来到警局门口想确认这件事的真相 在这里他碰到了贾叔和郑英 这两人查过车上的尸体 得出结论 也证实了这是市长偷梁换柱的手段 苏文也把自己没有失忆的事情告诉了贾叔 真是好人没好报 坏人却步步高升 贾叔咽不下口气 之前二哥指使昌奎杀他们 他来搜集证据 让郑英先把昌奎和二哥 以涉嫌谋杀的罪名关进橘子 苏文一整天心情失落 回去的路上又遇到了黄毛 黄毛对着苏文拳打脚踢 经历了前面发生的事情 苏文渐渐地学着控制自己的情绪 可再忍下去就被人打死了 该还手还得还手 临走苏文好心地劝解黄毛 我们都还年轻 都还有机会改过 可路上他又遇到了意气风发的市长 刚夸了他能控制情绪 这次又没忍住放出狠话 说一定会把市长拉下马 当着一群人的面市长表现得很大度 说有人对我不支持我还得继续努力 不得不说这话太有水平 可以转身市长的脸上露出了杀气 另一边 小黑着急的恶灵就差这个短发女人了 短发女人在被押往监狱的路上 他忽然感应到了小黑 透过窗户看到后面的小黑 短发女人发出癫狂的大笑 夜里 苏文回去的路上看到一个缺腿的人 走路也不看路 眼看着就要被车撞上 苏文一把拉住对方 可对方扭头邪魅一笑 这个人也是小黑新收的手下瘸子 苏文紧接着被带上车五花大绑 现在他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弟弟不应了 面馆里的小娜此时也感受到恶灵的异常 可还没反应过来 就接到了小黑打来的视频电话 尽管苏文自己怕得不行 可他还是喊着让伙伴们千万别来 但驱魔小队怎么可能放弃苏文 几个人到达现场后商量对策 小黑和短发女是三级恶灵 绝对不能单独对抗 三人一定要抱团 只可惜小黑他们也有对策 早就设下埋伏 奶妈邱怡直接被拖进了小黑屋 贾叔和小娜想破开铁门 可忽然感应到小黑要对苏文下手 邱怡不顾自己安危让俩人先救苏文 邱怡这里危机四伏 面对一个战士还有一个坦克 奶妈在墙也只有挨打的份 随着邱怡的倒下 阴阳界中的秀虎也陷入了昏迷 其他圣灵也感受到了危险 联系驱魔小队的人却始终得不到回应 小娜和贾叔现在已经和小黑的手下打成一团 小娜对抗短发女 贾叔对抗瘸子 还有一个小虾米 双方是打得有来有往 苏文一脸的焦急 却什么也帮不上 小黑则在一边看热闹 接着贾叔小娜联手 三个恶灵被放倒在地 小黑看不下去了 走过去一把扭断了小虾米的脖子 吞食了她的灵魂 瞬间就到了小娜面前 局势成了一边倒 贾叔一拳就给干飞了 小娜被短发女拖到了一边 苏文看着同伴性命垂微 自己却什么都干不了 一时间无尽的屈辱涌上心头 这时死掉的小虾米身上出现一团黑雾 紧接着出现一团氯气 贾叔曾告诉过她黑色代表恶鬼 绿色则代表生命 是被困在恶灵体内的灵魂 伴随着那团氯气冲进体内 苏文又能感应到了阴阳界 圣灵们也听到了苏文的呼唤 同一时间阴阳界内出现了一个小姑娘 正是刚才被苏文吸入体内氯气的灵魂 贾叔这时已经撑不住了 小黑搬起一块石头狠狠砸在贾叔头上 奄奄一息的邱仪也被扔在地上 看着地上的同伴 这一刻愤怒悲伤无尽的痛苦涌上苏文的心头 他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不断地祈求圣灵出手救救大家 微根心头忽然感受到一阵剧痛 似乎苏文和他还有着联系 小黑更是人狠话不多 现场浇上汽油 他又一把火把这里烧成灰烬 小黑只带走了短发女和瘸子 剩下俩人已经没有价值了 一边是恶灵们的癫狂大笑 一边是苏文撕心裂肺的吼声 阴阳界内被一股神秘力量入侵 彻底变了样子 微根被一股神秘力量吸出了阴阳界 火海中三人奄奄一息 苏文不断地自责泪流满面 危急关头 化身白光的微根冲入苏文体内 奇幻的一幕发生了 苏文挣脱束缚浑身充满力量 伴随着一声巨响 工厂爆炸了 在外等候的市长和大哥一脸兴奋 终于解决掉这群绊脚石了 可工厂里面 阴阳界中 检察官看着现场的一切脸上无比震惊 三人中邱仪伤势最重 陷入了昏迷 七年前邱仪意外落水 可她始终放不下儿子秀虎 秀虎最后成了邱仪的圣灵 脑海中邱仪拼命想抓住秀虎的手 爆发出强烈的求生欲 秀虎也感应到妈妈的呼唤 从昏迷中醒来 苏文经历了这么多也终于明白 成为驱魔人不该只为了自己父母 贾叔这次因祸得福 被石头砸了一下脑袋 她发现自己居然恢复记忆了 在小娜的帮助下 贾叔拼凑起零散的记忆 她现在已经确定小金的失踪 就是和市长竞选有关 小金的一个朋友给贾叔打电话 说自己知道小金被埋在哪里 对方答应见面爆料情报 也就是那一天 贾叔和苏文父母同时出了事 小娜集中十二分精神 读出了记忆中小金朋友的电话 另一边 市长和大哥把酒言欢 现在只有一个人还没铲除 就是郑英 郑英这边收到搭档小江 搜集的一些照片后大惊失色 她叮嘱小江以后 不要再掺和到这件案子里了 接着她开始审讯二哥 并拿出这些照片 上面拍到了市长大哥 和二哥秘密接触 甚至还有通缉犯小黑 二哥现在也终于松口 但她要听听郑英给出的条件 贾叔这时联系郑英 查一查刚才他记忆中的电话 并告诉郑英自己找回了记忆 这一瞬间郑英红了眼眶 过往的甜蜜浮上心头 贾叔当时已经向郑英求婚了 没想到后面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他们相约晚上见面 两人都很期待真正的再次重逢 来到约会地点 贾叔一脸兴奋地来到爱人车前 可等待她的却是晴天霹雳 郑英满脸鲜血倒在方向盘上 最终还是没有逃过这黑暗的命运 可怜的贾叔刚刚还幻想着甜蜜的未来 下一秒却坠入了无底的深渊 贾叔发疯式地抱着郑英冲到了医院 他祈求上天救救他的爱人 只可惜红颜薄命 贾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郑英的灵魂 在自己眼前消散 贾叔万念俱灰 郑英的葬礼上 贾叔躲在暗处偷偷地看着 他要送自己的爱人最后一程 可怕的是两个警察窃窃私语 说从郑英身上发现的子弹 正是他自己枪里的子弹 现在警方将郑英的事定义成了自杀 回去后贾叔回忆着 在送郑英去医院的时候 他读取了郑英残存的记忆 一个带着金表的男人开枪杀死了郑英 这种表只有仅零二十年以上的警察才有 也就是说杀死郑英的人 至少当了二十年的警察 第二天贾叔联系了郑英的搭档小江 郑英生前一直对小江不错 小江也答应查一下二十年以上警铃的人 分别前 小江把郑英正在调查的资料交给了贾叔 原来郑英已经查到市长竞选 总统非法资金来源整整五十亿韩元 几个人决定偷走这笔钱 反正市长团队也不敢报警 既可以把钱返还给被坑的百姓 还可以让市长内部互相猜忌一石二鸟 另一边 大哥坐在市长的板凳上悠哉悠哉 市长突然推门进来吓了大哥一跳 看到大哥坐在自己的板凳上 市长有点不高兴了 接着告诉大哥说自己后面的活动 大哥等人不方便参与了 大哥一听 心里想着市长这是要泄沫杀驴啊 接着大哥给了市长一部手机 说以后用这个秘密联系吧 并表示市长去哪他就跟到哪 坚决支持市长 这明摆着是拒绝了市长刚才的建议 这五十亿还没丢他们内部已经开始崩了 郑英死后二哥何昌奎也被放了出来 他们也拿到了大哥给的黑手机 可这几个人不知道手机已经被假数动了手脚 通话记录还有他们的位置都被驱魔小队的人一览无语 张五作为一个大财阀和市长接触 表现出强烈支持市长竞选总统的意图 市长准备五十亿资金竞选 他就拿五十亿支持市长竞选 反正你有多少我就拿多少 不能只凭市长一句话做个冤大头 他得看看市长的实力 张五走后市长拨通了大哥的电话 让大哥把五十亿含元全部换成现金 好好给张五展示一下自己的财力 可这些话被面管的人听得一清二楚 小娜暗中观察对方的行李箱 接着他们买下同款行李箱一路尾随 对方取钱取到哪他们就跟到哪 这群倒霉蛋就差把银行掏空了 给驱魔小队的人送之前还贴心地数清楚 到了最后一站 苏文猫着腰把对方的车胎砸爆 邱仪紧贴着对方把车停好 等这帮人取完最后一笔钱发现车胎爆了 打电话叫保险公司 邱仪偷听到后也给保险公司打电话 冒充爆保险的人说不用来了 我们自己抬着车走就行 接着贾叔穿着保险公司的工作服出现了 架好千斤顶 对着空气吭斥了半天 车子自然没一点动静 贾叔说你们都下车吧 太重了车子打不起来 贾叔从后备箱拿了备用轮胎 一不小心轮胎滚到了一边去 静夜的贾叔赶紧去追 又一个不小心自己把自己绊倒了 然后就晕了 混混们也有一颗善良的心 贴心地过去询问 贾叔醒来 结果腿又开始抽筋了 三个混混抱着贾叔的腿开始了抠脚 车上还有一个混子 邱姨只能动用超能力了 隔空发工后混子晕倒 苏文打开车门钻进对方车里 三个混子抠了贾叔的相挡脚 一个混子晕在车里 驱魔小队的人一箱一箱地换掉了现金 贾叔的腿终于不抽筋了 现金换完 苏文抠掉了行车记录仪里的存储卡 完美无瑕 下一个地点水库 就在他们跟踪大哥的人取钱的时候 昌奎在水库挖出了一个黄色行李箱 贾叔意识到这个行李箱 很可能和失踪的小金有关系 贾叔判断的没错 黄色行李箱中装的就是小金的尸体 当初正是二哥处理的尸体 原以为这件事情会石沉大海 可大哥为了防止市长过河拆桥 准备再加一道保险 他让二哥挖出行李箱制约市长 二哥为了自保 他擅作主张让昌奎带着行李箱 去焚烧场处理掉 这群人现在是个怀鬼胎 昌奎来到焚烧场 不过监控到一切的驱魔小队跟来了 就在他们要烧掉行李箱的时候 贾叔和苏文出现抢走了行李箱 顺便抹掉了这俩人的记忆 第二天 贾叔就把小金的尸体 交给了隔壁片区的刑警毛哥进行鉴定 当天夜里市长满脸笑容地约见了张武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实力了 可打开箱子市长蒙了 箱子里装满了矿泉水 躲在隔壁偷听的大哥二哥马上冲了过来 趁着混乱张武偷偷拿走了市长的茶杯 张武的手下拿走了大哥二哥的茶杯 并送往鉴定中心 就剩下了在风中凌乱的市长 回去后 市长的怒火全部发泄到大哥头上 俩人这两子算是结下了 再结合昌奎和弄丢钱的小弟们都失去了记忆 这帮人终于意识到贾叔这群人还没死 鉴定结果出来 小金的衣服上查到了二哥的DNA 指甲凤里查到了市长的DNA 毛哥拿着逮捕令 市长被请进了橘子 同样的二哥也被请进了橘子 可郑英的事还没完 贾叔在郑英被害的停车场整整待了五天 附近的监控要么被破坏要么拍摄不到 贾叔把经常在附近停车车主的行车记录仪都要了过来 深夜他独自一人在电脑前反复观看视频 可惜当天夜里太黑 凶手戴着帽子 能查到的线索太有限了 第二天贾叔又约见了小江 把自己收集的视频交给小江 让他帮忙送到果检科分析 就在小江拿资料的那一刻 贾叔抓住了小江的手 警局已经彻底腐败 他开始怀疑小江值不值得信任 小江唯唯诺诺地说了一句 我真的值得信任 另一边市长被捕 署长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就在署长头疼的时候 小江突然闯进办公室通风报信来了 说突然发现了郑英死亡现场的视频证据 现在正在做鉴定 署长一听这还了得 打发的小江对着科长口吐芬芳 让科长赶紧去销毁证据 如果郑英的案子被人发现 俩人都得完蛋 科长火急火燎地冲出办公室 可警局里的警察们就像看着白痴一样看着科长 还没等科长反应过来 小江放出了刚才署长和科长的对话录音 时间回到不久前 小江提出他假装通风报信 实际偷着安装窃听器 等署长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晚了 现在真相大白 开枪杀死郑英的老刑警就是署长 证据确凿 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贾叔终于了结了这件心事 临走时小江把郑英储物柜钥匙交给了贾叔 打开储物柜贾叔心里很不适滋味 几个月前两人七年后首次见面的时候 郑英告诉贾叔他们曾经是恋人 贾叔问郑英 说你一直在等我吗 郑英说没有 可现在郑英的储物柜里 他始终留着和自己的情侣合照 只可惜天人永隔了 另一边小黑带着短发女 还有他的小弟瘸子来到了孤儿院 他想在跑路之前再看看这里 小黑突然出现在孤儿院院长办公室 吓得院长赶紧拿枪对着小黑 院长是小黑另外一个叫爸爸的人 只可惜这家伙和大黑一样不是什么好鸟 小黑曾经幻想有一个家 大黑却把他培养成了杀人机器 小黑头上那触摸的伤口就是院长留下的 提到伤疤 院长一把掐住小黑的脖子 小黑一脸不屑 使得院长更加愤怒 院长拿起枪响再给小黑留下一道伤疤 突然发现自己不受控制了 接着慢慢蹲下 把枪口塞进自己嘴里 院长不住地认错求饶 不过已经晚了 一声枪响 小黑杀人吸魂一气呵成 此时的小黑脸上清金爆起 表情越发猙獰 他已经达到了恶灵的终极形态人鬼合一 有着自我愈合永生不灭的能力 被他吞噬的灵魂也会在一个月内消失 驱魔小队的人此时在阴阳界求助 微根也不卖关子 拿出四根拐棍现场展示了布置结界 拐棍地上一处 三个白眼 不用念咒结界形成 在结界内所有神力都会消失 驱魔人和恶灵都会变得虚弱 但在结界内驱魔人可以使用灵域 驱魔小队的人很快掌握了这简单又牛叉的方法 张武和另外三人布置结界 苏文召唤灵域 所以苏文必须掌握召唤灵域的方法 回去后苏文就展开了魔鬼训练 孤儿院这里 小黑干掉院长后居然开始悉心照料这群孤儿 短发女看呆了 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居然对小孩子如此有爱心 也难怪了 儿时的小黑和小伙伴一起的回忆是他这辈子唯一的欢乐时光 可瘸子却不那么有爱心 一路跟上了落单的小女孩 小娜这时突然感应到瘸子的气息 赶紧冲回去通知众人 此时逛街的苏文眼看着一个小男孩就要被车撞倒 瞬间爆发神力召唤出灵域 抱着小男孩瞬间跳起几十米高躲过卡车 这时他终于明白 召唤灵域不是悲伤愤怒 而是一颗救人的心 孤儿院这里 眼看着瘸子就要吃掉小女孩 小黑出现 抬手就解决了这个手下 吸了他的灵魂 小女孩被吓傻了 拔腿就跑 小黑已经失控 手一伸小女孩被凌空抓了过来 就在他要下手的时候 小黑的意志战胜了恶灵 放走小女孩后 小黑知道自己待在这里反而会害了孤儿院的孩子们 他决定带着短发女连夜离开 可此时驱魔小队的人已经到了孤儿院外面 他们要让小黑插翅难逃 驱魔小队的人拿着拐棍布置结界 拐棍地上一处 眼睛冒着白光 身体不停地颤抖 牛叉的结界形成了 慢慢笼罩了整个孤儿院 苏文展开双手 踏着七彩祥云一步步走了过来 短发女已经站不稳了 口鼻出血倒在地上 小黑被结界震得蹊跷流血 照着形式下去苏文都不需要出手 苏文抓住小黑就是一拳 接着一个鞭腿小黑跪在地上 苏文冲过去又是一脚 小黑被踢出去几十米远 小黑已经站不起来了 苏文抓住小黑的手开始召唤恶灵 可就在这关键时刻小女孩突然出现 一把撞到苏文 死死抱住了她的大腿 就在小女孩拖住苏文的时候 小黑拿出枪对着苏文 可下一秒 小黑对着自己的脑袋结束了生命 苏文傻眼了 小黑死了 那就意味着她父母的灵魂也将彻底消失 真是上一秒天堂下一秒地狱 这是一团黑气从小黑体内飘了出来 短发女趁乱开车溜了 另一边 市长被抓后对外疯狂求援 可大哥不仅破坏了市长的求援计划 还找到了当初市长杀害小金的视频证据 市长扛不住压力在警局割腕自杀 好在发现及时被送到了医院 另一边的苏文能感受到她父母一定还在 恶灵一定也没消失 此后她在城市里各个地方探测小黑的存在 只要灵域内出现小黑 小那就能第一时间感应到 他们猜测的没错 医院里市长突然睁开了眼睛 就在小黑自杀的那天夜里 小黑趴在市长身上 两个人的灵魂交融在一起 市长醒来第一件事就叫来手下大哥 逼得大哥下跪磕头 大哥再次臣服在市长的淫威之下 接着大哥让二哥独自扛下杀害小金的罪名 就这样市长被无罪释放了 市长回来后叫来昌奎和他的手下 很简单 杀掉两人吸取魂魄恢复实力 昌奎就这么下线了 黄毛回到家听到动静 市长开门把黄毛吓了一跳 黄毛离开前看到老爹眼中的诡异 吓得他赶紧躲进房中 门外的市长天人交战 恶灵要吃掉黄毛 可为人妇的市长 凭着最后一点理智阻止了恶灵 第二天 四处探寻小黑下楼的苏文和黄毛擦肩而过的时候 终于确定恶灵上了市长的身体 苏恩在市长家周围召唤灵狱 小娜马上感应到恶灵 可在屋里的市长也看到了灵狱 她实力还没恢复果断开流 驱魔小队扑了个空 此时垃圾场的事情又成了媒体攻击市长的手段 被垃圾污染身患重病的小全成了最关键的证据 已经无人可用的市长召唤短发女绑架了小全 带着大哥和一群小弟准备毁尸灭迹 短发女开车上路的时候被小娜感应到了 念对驱魔小队 大哥这群黑衣人根本就是白送 念对驱魔小队 这群黑衣人就是送人头的 假叔一拳一个 打得对方毫无还手之力 大哥更是被假叔打得滴血乱飞 邱仪最后补上一拳 打得大哥跪在地上 小娜一个人追踪短发女 找到了市长藏身的地方 几个人决定趁她并要她命 他们不知道小娜跟踪短发女已经被发现 市长布下陷阱就等他们上钩了 第二天夜里 驱魔小队的人拿上拐棍 轻车熟路地布置了结界 苏文一路踏着淋浴走进别墅 市长也不反抗 直接被苏文摁在桌子上 屋外短发女突然出现在小娜身后 这几个人现在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短发女抢过拐棍一脚踢断 结界瞬间消失 市长发动念力 一块石头直接砸在苏文头上 苏文还没反应过来又被市长扔出屋外 假叔这事赶到 两人联手对敌 几番恶战下来市长虽说占了上风 可打得多少有点失利 邱仪这事也赶到 市长打出一波念力攻击 击退了苏文和邱仪 自己跑啊 另外一边 小娜和短发女打得各有千秋 短发女一度占了上风 就在短发女锁住小娜脖子的时候 小娜用头撞树顶开了短发女 开始绝地反杀 最终短发女也被小娜死死按住胸口 伴随着胸口一阵白光 短发女下线了 市长回到家门口 看到了支持她的粉丝 她热情地招待了这位粉丝 可在家里的黄毛看到了老爹行凶杀人的一幕 看着老爹对着摄像头怪笑 黄毛吓尿了 第二天一早 苏文在自家门口看到了晕倒的黄毛 她把黄毛带回面馆安顿 却通过黄毛的记忆知道市长就在别墅里 几个人立刻前往别墅 前两天来了个新加坡的去魔人郑九 代替邱仪参与了行动 到了别墅只看到了奄奄一息的市长 却感应不到恶灵的存在 恶灵给他们来了个吊虎离山 此时已经到了黄毛体内 贾叔和郑九留在这里 等着恶灵回到宿主体内 小娜和苏文赶回面馆 眼看着邱仪支撑不住 苏文杀了回来 抡起一块铁饼就砸在黄毛身上 黄毛还没回过位 苏文一手提着一个铁饼锤在黄毛身上 黄毛倒在地上 苏文正要召唤恶灵 黄毛一阵怪笑 一团黑气从嘴里出来飞回了别墅 贾叔和郑九虽然早有准备 趁着恶灵回到市长体内准备召唤恶灵 可终极恶灵太过强大 还是慢了一步 郑九被市长召唤的匕首狠狠刺重 此时阴阳界中 东八的身体渐渐模糊 苏文和小娜赶到时 郑九的身体出现了一道白光 慢慢消散 可这道白光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拐了一道弯直接冲进了苏文体内 阴阳界内东八又满血复活了 原来苏文就是连接阴阳界的小门 苏文带着黄毛回去的时候 出租车司机被恶灵附体变成小黑的样子 他邀约苏文决意死战 来到约战地点 一次完全不落下风 驱魔小队的人也意识到 市长敢约战 他的实力必定加强了不少 这回的市长一副当官万副莫开 四个人都被他一一击溃 贾叔想上去和市长拼力量 没想到市长的力量比他还要强大 眼看着贾叔被击飞 苏文腾空来了一击飞踢 却被市长一把抓住扭断了脚踝 接着骑在苏文身上拳拳倒肉 小娜和贾叔扑向市长开始反击 只可惜实力太悬殊了 市长很快反击 掐住两人的脖子 这时对父母的执念和对伙伴的担心 让苏文站了起来 他一蹶一拐地走向市长 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身边的巨石漂浮 市长猛了 这念力比他强大了不知多少 一波乱石攻击下市长被打了个手忙脚乱 苏文冲上去 一套连环拳下来 市长被打得节节败退 一招飞龙在天 市长被彻底击败 在恶灵倒下的那一刻 苏文上前捂住男人的胸口准备送他去地狱 可就在这时恶灵又笑了 再看向前方 自己的外公外婆居然出现在了车里 恶灵使用意念控制货车撞向他们 是选择救他们还是杀了他 难道悲剧又一次重演了吗 关键时刻 贾叔小娜及时赶到 利用强大的力量用力地将车挡在了身前 对伙伴的信任让苏文知道自己的外公外婆不会有事的 眼下他必须彻底解决掉恶灵 见苏文执意要杀他 狡猾的恶灵又变成苏文母亲的样子 就在苏文犹豫不决时 在经历无数次大战后他终于被送进了地狱 众人也都松了一口气 苏文也晕了过去了 当他再次醒来时已经来到了阴阳界 在这里他见到了即将被送去地狱的恶灵 地狱之门缓缓打开 在这里威根他们就是王 在强大的意念操控下 恶灵被彻底地送进了地狱之中 此时无数位已死之人的灵魂体也出现在了阴阳界 他们都是被那只恶鬼吞噬过的灵魂 在这里苏文终于见到了久违的父母 即便相隔七年 父母还是认出了自己的儿子 母亲颤抖地趴在苏文面前 看着已经长大的他流露出了幸福的眼泪 他们不停地对苏文说着对不起 自己没有好好照顾他长大 三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享受着这难得的幸福 而另一边 小那三人也在这里见到了曾经的队友 大叔回到现实世界 恒逵在得知自己的弟弟被市长杀害后当场发飙起来 将他们几人犯下的所有罪行全都指认了出来 这边贾叔找到了市长的秘书 原来当年那串举报电话是他的 他是七年前唯一看到了市长杀害小金的证人 在贾叔的劝说下秘书决定指认市长 在铁证面前市长无话可说 迎接他的将会是最残酷的惩罚 回到学校曾经的校霸黄毛也大概从前 向三人郑重地道了歉 而接下来迎接驱魔小队的则是一场更加重要的行动 去往全国各地展开驱魔 第一季的故事也到此结束 第二季故事开始 黑暗荣耀里的李沙拉在此剧中饰演反派的三大恶鬼之一 此时的李沙拉和眼前的男人还只是二级能力的恶灵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才彻底让他们晋升为高级的三等恶魔 一支来自中国的驱魔小队感受到他们的存在 偷偷潜入了别墅 几人商量准备解决掉李沙拉三人后 就前往韩国会见最强驱魔队 很快一名成员来到了后院 竟发现里面全是被恶灵吸食过的尸体 白发妹看到角落里躲藏着一名幸存的小伙 赶紧安慰她的情绪 可奈何小伙一直不说话 白发妹只好去查看旁边的女人的状况 在看到女人还有微弱呼吸时 白发妹发动能力去治疗她的伤口 但白发妹却不知道 刚刚的小伙原来才是一只真正的恶灵 而恶灵也才发现 这个世界上还存在一群超能力的驱魔人 他刮开手臂发疯般逼迫白发妹治疗自己的伤口 与此同时 第二名成员来到泳池边 被躲在闸门后的李沙拉偷袭 反应过来的男人躲开了李沙拉的进攻 反手击中了她的腹部 可奈何李沙拉的速度太快 又被她逃到了别的地方 而第三名成员来到了别墅二楼 找到了最强大的一只恶魔 为了不打草惊蛇 她先告诉了队长准备上来联手对付她 可偏偏这个举动 却被恶灵听到了动静将她拉了出来 由于这只恶魔拥有了强大的意念操控能力 这人根本不是她对手 下一秒恶灵掐住了她的脖子 结果了她 就在死后她体内的蓝色能量 就被恶灵吸进了身体 吸收了驱魔人能力的男人 立即得到了进化 成为三级恶灵 而李沙拉这边 从屋顶上偷袭了追来的驱魔小队成员 但就在两人纠缠在一起时 能读取别人记忆的驱魔人 发现了她的秘密 原来李沙拉三只恶灵正准备乘船 前往韩国稀释更多的人类 这时发疯的李沙拉反手杀死驱魔人 并将她体内的能量吸走 另一边的小伙恶灵抓起了地上的人类 推到了白发妹身上 然后趁白发妹不注意时 恶灵闪到了身后同样解决掉了她 就这样三只恶灵都成功吸收了驱魔人体内的超能力 现在唯一剩下驱魔队队长来到了二楼 她立即对恶灵发起攻击 法力超强的队长同样拥有顶尖的操控能力 将恶灵打趴在地上 而就在队长蹲下身发现队友已经没了呼吸时 恶灵操控着一只手枪顶在了驱魔队长的脑门上 但恶灵没想到的是 队长的意念能力远远要比她强大得多 紧接着驱魔队长端起手枪一点点地朝着恶灵走了过去 可就开枪的一瞬间 驱魔队长才发现里面根本没有子弹 恶灵将衣服盖住了驱魔队长的视野 成功处决了最后一名成员 很快恶灵小王找到了里莎拉后 帮她治疗好了伤口 这时他们才知道 只要吸收驱魔人的能量后就会获得他们的超能力 而吸收了两名驱魔人的超能力后 恶灵老大已经得到完全的进化 接下来的三人准备前往韩国 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恶灵世界 与此同时 在韩国的另一支最强驱魔小队准备执行一场驱魔任务 一支二级恶灵附身在了幼儿园司机的身上 劫持了一车小学生 见巴士的速度越来越快 老师走了上前想阻止司机 但没想到疯狂的司机直接踩下了油门 撞翻了路口的一辆轿车 驱魔小队锁定了巴士的位置后 立即分头对其进行夹击 很快大巴冲进了施工现场 差一点将指示的工人碾压 然而这时戴着耳罩打装的另外两名工人并没有听到大巴的动静 眼看大巴即将撞了上几名工人 驱魔小队的医疗师邱仪拿起两根铁棍走了出来 奈何邱仪使出了全部的力气 还是被大巴逃到了另外一个方向 另一边的成员小娜接收到消息后 立即从天驾桥一跃而下 一番追击后 恶灵剑后视镜里没人 以为成功将小娜甩了下去 但没想到小娜早就躲进了车内从后面偷袭了恶灵 然而等小娜坐到驾驶位 才发现大巴的刹车装置已经坏了 赶来的贾叔将车开到前方想顶住大巴的冲力 恶灵这时从后面勒住了小娜的脖子 想将她推出车外 千钧一发之际 车辆开进了一片驱魔人专属的领域 这也给小娜增强的法力成功反击了恶灵 然而接下来该如何让汽车停下来才是最大的难题 贾叔加速冲到了前方的断桥处 准备用肉身将大巴逼停下来 在两人的配合下 大巴终于在一步之遥停了下来 可就在这时车内的恶灵却抓起了一名小孩威胁驱魔人 担心孩子的安危 驱魔小队只能任由他走出了大巴 突然恶灵的双手不受控制地被掰开了手指 原来是驱魔小队里最强的三级驱魔人苏文 恶灵眼看无路可逃 便带着孩子从桥上一同跳了下去 可没想到苏文强大的意念能力操控起恶灵和孩子拉了上来 完成了任务的几人返回了驱魔队总部 而现在他们最头痛的是城市内的恶灵已经越来越多 但驱魔队的新成员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更重要的是 三支三等级的恶灵已经踏往了韩国的路上 画面一转 女人走进电梯时却意外目睹了三支恶灵的犯罪现场 恶灵一把将女人拽了进来 并逼迫旁边的男人去刺伤她的肚子 女人苦苦地哀求恶灵不要伤害自己的孩子 但最终还是惨遭毒手 等女人的丈夫赶到医院后 看到妻子为了保护孩子被刮满了伤痕 可遗憾的是妻子由于失血过多 最终还是没能抢救回来 原本即将迎接小孩的一家人 却没想到被恶鬼害得阴阳两个 而此时的三支恶鬼来到了高级酒店准备消遣一番 只见疯人李莎拉简单洗脑了服务员 就不花一分钱租下了酒店 原来他们从早上在电梯里抓到的那名男人手里勒索了一千万回来 不久前 他们杀害了一支中国驱魔队后就晋升到了三级恶灵 现在的他们不仅能偷取别人记忆 还有瞬间治愈伤口的能力 而这次回到韩国就是为了找到更强的一支驱魔队 去吸取他们的能量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先前杀死的那名女人 正是驱魔队成员的亲友 到了第二天 恶灵三人组来到了一处工地上折磨自己的猎物 恶灵三人组的小王不停地将男人从废弃高楼上丢下去 然后又利用偷学回来的治愈术修复他的骨头 而恶灵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将最强驱魔小队给引出来 很快驱魔小队的三妹感应到了恶灵的存在 立即告诉了队友 三妹通过的灵力感应得知三只恶灵都是到达三级的能力 要知道在三年前 驱魔小队差一点丢掉了性命才干掉一只三级恶灵 很快几人来到了废弃大楼后 在周围建立起了阵地领域 二哥留在了原地观察四周的情况 而其他人则分散寻找恶灵的踪迹 很快治疗师邱怡在楼层里找到了被恶灵多次摔伤的受害者 但让邱怡震惊的是受害者的骨头已经被连续修复了多次 这让他们意识到现在的恶灵已经拥有了他们掌握的灵力 与此同时 三妹在废弃大楼的桥上找到了恶灵小王 三妹赶紧通知了队友后冲了过去准备逮捕恶灵 就在两人扭打在一起时 三妹读取到了恶灵在不久前杀害了中国驱魔队的记忆 而三妹在力量和速度上 显然比不过三级的恶灵小王 就在恶灵打倒了三妹 准备给他致命一击时 幸好及时赶来的二哥从远处丢出轮胎打断了他 作为力量型驱魔人 二哥在爆发力上必然不输对方 在一轮对拳过后 恶灵小王的骨头已经被震断 可奈何他拥有治愈能力 瞬间就修复了自己的手臂 两人健壮立即联手去对付恶灵 然而这时的恶灵却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打断了三妹的大腿 恶灵利用敏捷的身法成功反击了二哥的袭击 随后恶灵扯下一块汽车铁皮准备砸向他们时 突然灵欲出现后 恶灵的双手就被控制得无法动弹 原来是驱魔小队里最强法力的苏文赶来了支援 恶灵见对方能力比自己强大 于是丢出轮胎将二哥砸了下去 趁着苏文去拯救二哥的时间 恶灵立即撒腿离开了现场 而这时在楼顶观察了一切的另外两只恶灵开始谋划新计策 驱魔队回到总部后 三妹将自己的意外发现汇报给了大家 三妹在早上读取恶灵记忆时 曾看到了当时女人文姐在电梯的画面 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女人的死亡跟三只恶灵有关 如果能读取到当时同在电梯里刺伤文姐的那名男人的记忆 或许就可以得知到三只恶灵的身份 于是到了晚上 三人潜入了医院找到了那名男人 读取了他的记忆 但三妹没想到的是 此时男人的记忆早已经被人抹除 为了查出当时发生的事情 三妹让苏文召唤出了灵欲增强法力 很快三妹通过修复能力恢复了对方的记忆 如今得知了三只恶灵的事后 会长决定出动全部驱魔人去抓捕 很快三妹凭借着记忆 将三只恶灵的模样绘画了出来 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恶灵三人组的老大这时却主动找上了门 他以面管理所有小学生的性命做威胁 想见识一下驱魔人苏文的能力 担心现场孩子们的安危 苏文还是选择了坐下来与恶灵交谈 只见恶灵轻轻抛弃一块硬币 却被苏文利用意念强行弯折了起来 恶灵屠杀过数不胜数的驱魔人 唯独眼前的苏文体内的能力最让他吸引 就这样两人之间无硝烟的念力大战就此正式展开 很快恶灵发动了超强念力 让整个面管都开始震动了起来 不过对于最强驱魔人的苏文 在念力能力上也根本不输对方 此时在厨房的驱魔人邱仪和小娜 意识到恶灵赶紧走了出来 而苏文已经在房间里生成了灵狱 发动念力压制恶灵的力量 双方之间产生的能量瞬间 让旁边的玻璃开始出现了裂痕 恶灵意识到眼前的驱魔人能力也并不非凡 于是停止了进攻 而就在恶灵跟众人道别后 苏文体内却受到了重伤流出鼻血 不过恶灵老大这边体内也是被苏文的能力伤到 但要对付这只强大的恶灵 他们必须提高更多的驱魔人实力 很快驱魔队新聘请的一名新人 没想到给队伍提供了最大的帮助 不过此时他们还并没有挖掘出新人到底有什么能力 为了见识一下新人的实力 二哥带着他来到训练场的石碑 墙壁上在最低处留下的手印是治疗师邱仪和小娜的 而至于最高处那个见不到的手印便是苏文留下的 随后二哥在新人的手上涂上了黑色颜料 让他尝试一番弹跳力 可没想到这个新人卷毛 连一米的高度都没有达到 看到这一幕的二哥都开始怀疑组织是不是招错了人 然而另一边被恶灵害死了妻子的大叔 突然开走了消防车去寻找凶手 因为他知道当时被恶灵控制 亲手杀掉自己妻子的那名犯人正在转遇 很快押送犯人的大巴在开进隧道时 突然发现一辆消防车被拦住 大叔拿起冲水枪击退了守卫警察后就冲上了大巴 关闭了大门 然后拿起斧头气愤地冲到了杀气仇敌的面前想杀掉对方 但此时的犯人被恶灵消除了记忆 根本不记得自己做过了什么 而就在大叔举起斧头的瞬间 二哥及时赶了过来阻拦了他 最终大叔由于违反了法律还是被送往了监狱 期间苏文也来到了监狱去探望大叔 但苏文并没有告诉大叔他的妻子其实是被恶灵杀害的 失去了爱妻的大叔早已万念俱灰 他不想听任何人的安慰 回到监狱后 大叔用衣服勒在了窗户上想了结自己 可没想到这时一只一击恶灵感应到了他的仇恨 附体在了他身上 在恶灵的催生下 大叔的愤怒和复仇之心被无限放大 而驱魔队这边由于已经暴露了面馆的位置 他们不得已更换地点 很快由会长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新的一家娱乐拳击馆作为据点 并且还为成员们新定制了一套对付和各种提高能力的训练计划 因为现在的三只三级恶灵在力量和速度上 都要比他们想象中的强大 为了对付驱魔小队 三只恶灵开始在城里拉拢一些一级恶灵进行组队 不过他们万万没想到驱魔小队里找到了应对恶灵的新对策 这天小娜带着新人卷毛出门时终于发掘出了她的特殊能力 两人训练到一半时 卷毛因为口渴转头跑去了便利店购买东西 而这时小娜却在旁边的钢琴房听到了高中时熟悉的一首音乐 伴随着声音小娜缓缓走了过去 竟发现高中时暗恋对象在里面 小娜被发现后为了避免甘大立即转身想离开 刚好遇到了回来的卷毛 可还没等卷毛说上两句话 就蠢到自己给两人跪在了地上 结果这一摔 却彻底激活了卷毛身上的能力 一瞬间卷毛闻到了一股剧烈的恶灵变得无比的男人 两人赶紧将她掀扶进房间 可臭味却还是一直无法消散 而就在卷毛忍受不住想去厕所时 结果直接吐在了迎面而来的帽子男身上 小娜不停地给对方道歉 意外读取到了她的记忆 竟发现原来是一只恶灵 不过在小娜的面前 这种一击恶灵的能力显然比不过她 帽子男见自己不是对手 立即撒腿就跑了出去 绑架了一名女孩 可即使这样她仍然不是小娜的对手 等解决掉恶灵后 小娜赶紧将女孩的这段记忆消除 而这时小娜也意识到卷毛的能力 竟然是可以嗅探到恶灵的味道 这样驱魔小队就可以利用卷毛来寻找到 三支三级恶灵的躲藏位置 很快到了第二天 卷毛突然嗅探到了恶灵的味道 于是几人立马就坐上了汽车 按照卷毛指出的路线来到了现场 几人走进一片农场地后 苏文立即在周围召唤出了灵狱 不过这时几人都并没有发现恶灵的存在 他们还以为卷毛的嗅探功能出现了异常 但这时小娜却感应到了周围确实存在过高等级的恶灵 并且他们已经走进了旁边的卢尾地 而就在几人前去抓捕时 突然小娜又察觉到了另一处美术馆 又有一级恶灵在残害人类 于是他们分开了两支队伍去行动 修仪和会长能力比较弱 所以前往了美术馆去对付一级恶灵 而苏文和二哥几人则去卢尾地 寻找另外的几支高等恶灵 不过奇怪的是 卷毛却嗅探到卢尾地里的恶灵有些异常 他觉得美术馆那边的味道比较浓 很快等邱一来到现场后 才发现三级恶灵居然也在现场 这时苏文他们才知道这是恶灵三人组的吊狐狸山计 恶灵小王只用了几招的功夫 便将会长和邱一打趴在了地上 就在恶灵想杀掉会长时 邱一拿起了毛枪反击了过去 不过这时却被恶灵老大利用意念控制了身体 将枪转向了会长 邱一使出全身的力量想控制自己的身体 千军一发之际 毛枪掉转的方向飞了出去 最强去莫人苏文召唤出了灵狱赶到现场 恶灵为了想吃掉苏文的力量 二话不说对他发起了猛烈进攻 而双方在几个拳脚搏击回合下 苏文很快就占领了优势 苏文担心邱一的安危 先让他们赶紧离开现场 与此同时 躲在一旁的恶灵小王看到这一幕 根本不敢出来帮手 但是他却把目标转向了受了重伤 准备离开的邱一和会长两人 就在恶灵拿起肩毛刺向邱一时 好在力量型驱魔人二哥及时赶来阻拦 在二哥和邱一两人的配合下 很快就将恶灵小王打倒在地 而这时恶灵突然用念力偷袭了苏文 将他控在了墙上 并且死死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准备给苏文致命一击 但要比最强念力 苏文的力量必然不会输给对方 在即将窒息的那一刻 苏文回忆起了被恶灵曾经伤害过的大叔和文姐 这一刻苏文在周围生出了一片淋浴 利用念力抵消了恶灵的控制 随后苏文将恶灵老大腾空而起 并将他的四肢捆绑了这里 就在苏文准备将他分尸的那一刻 恶灵却拿起了手枪瞄准了会长 危机之下苏文冲了过来 用身体帮会长挡下了子弹 可这也给恶灵制造了逃脱的机会离开了现场 与此同时 拥有嗅探功能的卷毛和三妹小娜闯入卢尾的抓捕恶灵 突然两人在地上发现了一具被恶灵吸食过的尸体 就在这时卷毛开始闻到了周围有三级恶灵正在不停地靠近 但此时的卷毛还未熟练掌握该技能 无法判断精准的位置 两人不停地被三级恶灵里莎拉从背后进行偷袭 好在这时卷毛提前判断到了恶灵的位置 帮助小娜成功反击 然而这时恶灵又潜入了卢尾地 开始偷袭了卷毛的鼻子 这也导致了卷毛流出的鼻血 突然失去了嗅探恶灵的功能 小娜回想起不久前 苏文教导自己的意念定位能力 随后她闭上了眼睛 成功判断出了恶灵出现的位置 打伤了她的眼睛 眼看吃了大亏的里莎拉立即摆脱纠缠 撒腿逃离了现场 丘仪这边唯独没有逃脱的恶灵小王 最终被驱魔队召唤回永恒地狱 而被恶灵曾经杀害过困在体内的驱魔人 也重新释放了出来 经过了这次事件后 新人卷毛已经失去了嗅探恶灵的功能 为了不脱背队伍 卷毛给大家留下了道别信 就离开了驱魔小队 但没了卷毛的嗅探能力 他们就无法判断到恶灵老大的位置 于是几人立即赶往了卷毛的家里 想劝他回归小队 不过现在的卷毛却认为 自己跟凡人没什么区别 还是拒绝了回去 到了第二天 卷毛前往村长的家里时 发现了他的儿子被恶灵附体 眼看恶灵准备刺杀村长 卷毛冲上前拦住了对方 可没有能力的卷毛 就连一击恶灵也根本对付不了 这时路过的父亲刚好看到了这一幕 拿水壶敲在了恶灵的头上 结果却被恶灵反手打趴在地 卷毛为了保护父亲 死死地护在了他的身上 就在这时恶灵一铁锹敲在了卷毛的头上 净意外恢复了他的能力 成功恢复驱魔人的卷毛 立即爆发了惊人的力量 压制了恶灵 而这时刚来的苏文和小娜也看到了这一幕 在解决掉一级恶灵后 小娜帮他完成了第一次驱魔人的体验 就这样驱魔小队再一次集合 接下来他们必须快速找到 三级恶灵的藏身地点 另一边 幸存的恶灵老大和李莎拉 得知驱魔小队的实力并不非凡 他们必须寻找新的恶灵 加入到队伍中去对抗驱魔小队 这时李莎拉却想到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因为在昨天战斗时 李莎拉与小娜交锋时触碰到了她的记忆 她发现驱魔小队原来和当时在电梯杀掉的文姐是一伙的 而文姐的老公在不久前因为谋杀未遂罪送进了监狱 如果能拉拢她的老公 或许就可以利用她当作棋子对付驱魔小队 很快到了第二天 正是大叔案件停审的日期 驱魔小队的成员作为大叔的亲友也来到了现场旁听 而二哥当时也在现场 所以可以为大叔做了充分的洗白证词 但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 大叔早已经被某种一级恶灵附体在身 恶灵不停在给大叔洗脑 放大了他心里想为妻子报仇的决心 就在这时恶灵老大和李莎拉也来到了庭审现场 而接下来到了大叔发言时 竟说出了让众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他说如果回到过去 自己会杀了他 画面一转 恶灵老大轻轻挥动手臂 身后的预警就被他用一念解决掉 而他是一只杀害了无数驱魔人后拥有超强念力的三级恶灵 但他发现眼前的这名大叔体内却蕴含了更强的四级恶灵力量 如果能将大叔身体的四级恶灵唤醒 必定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所以恶灵老大故意来到监狱 在大叔面前展示了自己的念力能力 并且还用大叔的妻子被害死的真相 故意激怒他复仇的决心 如果大叔想查出真正的凶手 就必须接受体内的力量逃出监狱 好在大叔靠着仅存的善念 一直克制着自己想要复仇的欲望 但回到监狱后 三名犯人却故意挑衅大叔并且侮辱他的妻子 要不是大叔抵抗着体内恶灵的洗脑 或许三人当场就命丧黄泉 然而到了晚上 三级恶灵里莎拉和恶灵老大却又杀进了监狱 凡是见过他们面貌的人和监控系统都被恶灵老大全部摧毁 与此同时 大叔第一次利用恶灵的力量打开了牢房的大门 就这样三人在牢房的地道里再一次相遇 大叔逼问恶灵老大 杀害自己妻子的真凶到底是谁 但恶灵老大认为以大叔现在的状态 就算出去也无法复仇 恶灵老大利用念力狠狠地殴打了大叔一番 激怒他的情绪 随后里莎拉操控起大叔的记忆 让他回想起已故的妻子来煽风点火 很快在恶灵老大的威逼下 大叔体内的力量彻底被唤醒 昏迷了过去 两人达到了最终的目的后就离开了现场 另一边 驱魔小队召回了嗅探能力的卷毛后 继续寻找恶灵的位置 而在卷毛的嗅探定位下 驱魔小队发现了三级恶灵里莎拉就在附近 很快几人来到了地下停车场的仓库里面 却碰到了一群黑帮混混 但面对这些普通的凡人 驱魔小队只需轻松几招就可以将他们解决 而卷毛顺着味道的方向继续带着苏文去寻找恶灵的位置 与此同时 他们之前利用诈骗手段骗取了钱财后 被黑帮却私自藏匿了起来 见混混不肯交代信息 李莎拉直接剿灭了黑帮混混后读取他们的记忆 而就在这时苏文和卷毛及时赶到现场 吓得李莎拉撒腿就跑 在逃跑的路上 李莎拉打断了旁边的瓦斯管道掩盖了自己的气味 结果追上来的卷毛因为吸进了大量的煤气 导致鼻子开始失灵 而这也让李莎拉发现驱魔小队里拥有嗅探功能的驱魔人 担心卷毛安威几人只好中断了任务 让李莎拉逃离了现场 不过通灵者小纳通过读取了黑帮混混的记忆发现一个秘密 原来李莎拉和恶灵老大他们就是当年一起诈骗案的主谋 很快二哥通过警局案件的记录 查到了李莎拉和恶灵老大的信息 并且还调查了黑帮的混混 发现他们经常在一家清洁公司聚集 于是二哥和苏文立即来到了现场调查 结果发现他们是在此地洗钱 这时他们注意到旁边的电脑刚刚才被删除了系统文件 而躲在角落的男人撒腿就跑了出去 骑上了摩托车逃跑 苏文赶紧发动电力将他弄倒在地 却被迎面而来的小车阻拦了道路 最终还是被神秘男人开车逃离现场 中断了唯一的线索 而李莎拉这边 将驱魔小队拥有嗅探能力的事告诉了恶灵老大 但恶灵老大好奇如果他们能闻到味道 为何不直接找到这里 也就是说 驱魔小队能嗅探味道的功能是受限一定的距离 不过现在的他们已经唤醒大叔体内的恶灵 很快就可以击倒驱魔小队 而另一边昏迷的大叔接受了恶灵的力量 融为了一体后苏醒了过来 碰巧这时又遇到了先前要刁难自己的那三名犯人来找麻烦 原来这几名男人曾经也是诈骗了大叔和他妻子所有辛苦钱的共犯 而得知了真相后的大叔决定拿这几人来开刀 与此同时苏文得知了大叔昏迷的消息 来到了监狱准备探望他 可没想到这时的大叔已经从监狱的大门跳了出来 到了现在 苏文才知道大叔原来已经被恶灵附体在身 没想到成为四级恶灵的大叔 就连最强驱魔人苏文也无法与之抗衡 他不仅拥有了超强的操控念力 甚至还能穿透灵域透析一切事物 而大叔逃出监狱的第一件事 就是亲手杀掉害死自己妻子的真凶 但他体内的恶灵意识到驱魔人苏文会阻拦自己 便催使大叔对其下手 危机之下苏文只好召唤出灵域增强法力 摆脱了大叔的禁锢 而就在这时少岗的警察突然朝着苏文开枪 却被大叔挡下了子弹 眼看冲出来大批的警察 苏文只好先控制住他们防止伤害大叔 可就在苏文转头的一瞬间 大叔已经坐上了附近的货车逃离了现场 此时躲在一旁的两名三级恶灵 意识到眼前的大叔就是他们最强的武器 而离开后的大叔 在晚上第一时间找到了自己最亲近的母亲道别 因为他准备在处决掉真凶后就跟体内的恶灵同归于尽 但就在大叔探望完母亲离开时 一群早就埋伏好的警察围了上来 而他们却不知道 眼前的大叔只需动下手指就可以让他们灰飞烟灭 下一秒 所有人都被大叔控制漂浮了起来 用枪指向了自己的脑袋 这时恶灵还在催促着大叔杀掉这些人类就可以吸取更多的能量 但大叔靠着仅存的一些善念抵抗着恶灵想杀害无辜的欲望 大叔将所有人积晕后准备离开现场时 却被母亲发现拦了下来 母亲想不到自己最善良的儿子 竟然已经变成了一只恶灵 与此同时 驱魔人苏文和小娜赶到现场 发现了伤心过度昏迷的婆婆 而这时通灵的小娜利用灵域看到了大叔正逃亡进一条地下通道 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大叔居然能通过灵域看到驱魔人的视野 而大叔才终于知道苏文和小娜他们是驱魔人的身份 小娜告诉大叔他的母亲昏迷了过去 希望不要去做伤害无辜的事情 可大叔又被恶灵洗脑 警告了他们不要阻碍自己便逃离了现场 很快驱魔小队预感到大叔体内的恶灵并不简单 立即召开了会议 因为在以往恶灵当中 还没有出现能透过灵域感应到他们的存在 而现在大叔的力量 远远要比三级恶灵老大和里莎拉他们强大得多 或许大叔满腔的愤怒彻底激活了恶灵的力量 让他超越了三级 如今的他们只能先阻止大叔去杀人 防止恶灵的力量不断壮大 很快驱魔小队发现监狱的预警和监控 都没有记录到大叔外逃的事情 很显然是有人在大叔逃出监狱后 给预警他们消除了记忆 可刚刚掌握了恶灵力量的大叔 必然不会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操作 所以驱魔人二哥怀疑这件事 必定是三级恶灵老大和里莎拉干的 但这时里莎拉这边却找上了大叔 用他已故的妻子激怒他的情绪 听到对方羞辱自己的妻子 大叔立马用念力掐住了他的脖子 不过这时的恶灵老大却发现 大叔的力量强大到能感应到灵狱 只要将大叔拉拢到自己的队伍 那剿灭驱魔小队也是迟早的事情 于是恶灵老大想到了一个 能拿捏住大叔的完美计划 到了第二天 驱魔小队外出行动时 卷毛突然嗅探到了三级恶灵的味道 在得知了是恶灵老大他们后 几人立马驾车前了目的地 原来恶灵老大他们把目的盯上了 大叔在医院昏迷的母亲 消除了他们的记忆 但就在恶灵刚拔掉大叔母亲养气罩的那一刻 周围却开始生成了一片灵狱 里莎拉意识到是素文他们赶到了现场 立即想杀掉大叔的母亲 但恶灵老大知道大叔也能通过灵狱看到这一切 所以阻拦了他 随后他们打破了医院的消防系统 制造出混乱离开的现场 驱魔小队这边赶来医院 立即找到了大叔母亲查看状况 好在邱一耗费了大量的功力下 才终于将大叔母亲救了回来 与此同时二哥这边来到了监狱 想从一些囚犯里调查有关的线索 碰巧他发现了之前跟大叔有关的一名诈骗犯中发现了端倪 通过逼问发现 这几名犯人都是在一位叫李中仔的手下工作 而这些年来 他们通过诈骗手段骗取了无数平民的救命钱 其中也包括了大叔和他妻子共同赚取的辛苦财产 而他们的组织成员 都会在脖子上刻有红色玫瑰的图案 并且用数字1到37号命名 作为地位的排列序号 但代号唯一的李中仔传闻已经死了 所以警方一直查不到他的信息 很快二哥从囚犯的手中拿到了他们组织的名片 于是邱怡和小娜假扮成了有钱人潜入了进去调查 结果在这里小娜发现了红玫瑰组织第37号成员林家瑞 而意识到不对劲的37号立马撒腿就想逃离现场 不过很快就被小娜追了上来 打晕过去后读取了他的记忆 原来这名37号成员一直还在服从李中仔的命名 而李中仔从始至终就没有死亡 只是想摆脱警方的调查 目的就是想将骗来的巨款洗掉后自己带走 而李沙拉和恶灵老大他们就是跟李中仔一起诈骗案的同伙 但现在李中仔却想私吞所有的钱财 才导致了双方产生矛盾 所以现在必须利用37号将李中仔引出来 就能抓住三级恶灵他们 然而就在几人指定好计划后 独自留下的邱怡却面色沉重起来 原来这名37号林家瑞 曾经是邱怡刚加入驱魔人时救过的孩子 不知道邱怡会不会因为这件事中途影响到计划的进行 而另一边 在监护室里的卷毛却突然又闻到了三级恶灵的味道 原来这一次恶灵把刺伤大叔妻子的那名男人绑了出来 用以激怒大叔 很快大叔看到后 就根据恶灵的地址来到了现场 见到杀妻仇人就在眼前 大叔立马抓住了男人的脖子读取他的记忆 但他却不知道此时男人的记忆早就被恶灵篡改 目的就是杀掉这一名人类激活他体内的能力 而这时小娜通过了灵狱发现了恶灵老大他们在引诱大叔 于是苏文和小娜立即赶往了现场阻止大叔 并告诉了他当时杀害文姐的真正凶手 其实是恶灵老大和里莎拉 但在两男的抉择下 大叔却还是选择了复仇 杀掉了眼前的男人 而吸取了能力的大叔已经得到了彻底的进化 苏文和大叔之间的斗争在一次爆发 得到进化的大叔在念力操控下 显然也丝毫不输给苏文 这一次大叔不仅要清理阻碍自己的绊脚石 还要杀掉欺负过他妻子的人 而两人的厮杀搏斗最大的获利者 莫过于是一旁观望的两只三级恶灵 只要等到他们打到两败俱伤后 就可以吃掉驱魔人获取更强的力量 此时苏文与大叔交锋触碰下 他才发现是恶灵老大他们黑化了善良的大叔 这一刻苏文唤醒了体内的力量 在几招之下就将大叔打到无力招架 不过看着眼前还是大叔的身体 苏文并没有对旗下死守 而大叔凭借了仅存的意念 想让苏文将自己体内的恶灵召唤回地狱 可没想到这时三级恶灵老大却走了出来 将大叔夺了过来 原来他们这次真正的目的 就是想让大叔与驱魔小队反目成仇 这样大叔就会彻底成为恶灵老大手中的棋子 恶灵老大趁机发动念力 击退了苏文后就将他带离了现场 与此同时 还在大楼里想谋害驱魔人的里莎拉 却不知道自己被抛弃 很快驱魔小队的二哥赶来后 立即吓得里莎拉立即疯狂逃窜 另一边 恶灵老大将大叔带到了一所房间里 唤醒了他体内的恶灵 因为现在的大叔还在凭意志和体内恶灵争夺着身体的控制权 所以恶灵趁大叔昏迷时间与恶灵老大达成协作 去诱骗他杀害更多的人 这样恶灵就会吸取更多的能力 彻底操控大叔的身体成为恶魔 而恶灵老大也早就准备好了完美的计划 去刺激大叔 经过这一次的战斗后 驱魔小队的成员都已经损失惨重 但现在大叔体内的恶灵力量却还在急速地增长 如果不阻止他去杀害无辜的人类 很快恶灵就会再也无法压制 可现在又不能直接将大叔妻子被害的真相直接告诉他 因为一旦给大叔得知是三级恶灵害死了自己妻子 必定会跟他疏死不动 而死掉的那一方就会被另一只恶灵吃掉所有的力量成为究极体 到时成为究极体的恶灵 就会直接吸取到灵域散发出来的力量 所以现在苏文他们必须提前找到 曾经诈骗过大叔的那群诈骗案集团 很快二哥他们查出一名叫林再瑞的小伙 现在一直在帮诈骗集团做事 于是二哥立即派出新人卷毛假扮成有钱人的客户潜入进去调查 原来这群诈骗集团通过贩卖烂尾楼来吸引别人去签写合同 在四年前李中载就利用同样的手段诈骗了超过1200亿的金额 很快驱魔小队在卷毛带来下返回诈骗集团 控制了所有的诈骗犯 这时小纳读取他们记忆时发现另一批人将一些居民赶到了羽毛球场 原来他们想逼迫居民搬离现在的地方 用来建造更多的烂尾楼去诈骗 好在这时驱魔小队及时赶了过来 将他们狠狠教训了一顿 可就在这时一名遗漏的小伙却趁机逃了出去 被邱一及时发现 但就在邱一追上去后 竟发现他是自己当年救过的第一名男孩林再瑞 不忍心的邱一最终却放走了最重要的一名犯人 而手下被捕的这个消息也立即传到了李中仔的耳中 可当李中仔得知林再瑞被警察发现身份后 立即派出下属去铲除掉他 好在邱一和二哥刚好在附近 及时出手将混混打退 与此同时 清醒过来的大叔发现自己身处的房间就是诈骗集团的办公室 当年诈骗集团欺骗了大叔的妻子后 夺走了他们所有的存款 大叔妻子找上诈骗集团的总裁李中仔求情 结果还遭到他的侮辱 而李中仔为了摆脱警方追查伪造了自己车祸死亡的真相 如今恶灵老大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叔 又一次激起了他要复仇的欲望 为了验证恶灵老大的话是否真实 大叔找上了负责验尸李中仔的那名医生 结果真的发现李中仔是收买了这名法医 为他制作了假死的报告 很快素文通过灵狱追查到大叔的下落 赶来后发现医生被刮掉了双眼 此时的大叔已经踏上了复仇的道路一去不复返 另一边 恶灵李沙拉被恶灵老大抛弃后 彻底与他发生了决裂 为了增强法力的李沙拉却抓住了驱魔人小娜的男友 来威胁他决意死战 可在双方的交锋下 不敌的李沙拉却把目标又转到了小娜男友的身上 眼看男友被扎伤 小娜意外激发了念力能力将他打飞在地 但就在小娜准备处决李沙拉时 双手却突然被人操控着无法动弹 原来是恶灵老大及时赶了过来 发动念力死死地掐住了小娜的脖子 莎拉本以为恶灵老大是来救援的 殊不知她只想吞并现场两人的力量 小娜眼看着恶灵老大准备对男友下手 她再一次发动了念力将其击退 而等恶灵老大反应过来时 才发现小娜已经带着男友逃离了现场 但经过了这件事后 小娜不想让男友再遇到危险 决定消除他们的记忆 另一边一同逃出来的李沙拉 意识到恶灵老大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 而接下来她发誓要彻底摧毁恶灵老大想得到的一切东西 不过在刚刚的战斗中 她意外发现小娜曾经变为驱魔人后重生的记忆 只要查出驱魔人是如何获得力量的 或许就可以将他们全部击垮 到了第二天 恢复状态的小娜将昨天发现的秘密都告诉了驱魔小队 原来小娜与李沙拉搏杀时也读取了她的记忆 看到了恶灵的藏身之处 从里面的内室来看 那个地方似乎像是高层的精装酒店 有了这个线索后 与此同时 驱魔人二哥找上了负责帮李中仔制作假死报告的法医调查 因为现在最难对付的一只恶灵大叔 还在寻找着他的杀妻仇人李中仔的下落 可法医却似乎被删掉了记忆一样 一直声称自己并不认识叫李中仔的人 但偏偏这个时候 李中仔却招聘了三名打手主动来找上门 原来他知道上次是二哥以警察的身份 摧毁了他们线下的一支诈骗团队 所以他故意派出了跟驱魔人 邱仪关系比较好的小弟林在瑞去诱骗他 于是被吓破胆子的林在瑞 利用了邱仪对自己的关系骗他喝下了果汁 没过一会邱仪就昏迷了过去 被他带回到了李中仔的三名下属手里 等邱仪醒来后 一名混混老大走了过来 逼迫他打电话将二哥吸引过来 而他们却还不知道 力量型驱魔人的二哥对付这些普通人简直绰绰有余 很快得知了消息的二哥赶来后 几招就将几名打手按在了地上摩擦 在解决掉这些混混后 邱仪想到可以利用他们找出李中仔的下落 于是他们逼迫着混混老大与李中仔联系 锁定了他的所在位置 然而没想到的是 顶级恶灵大叔也找到了林在瑞读取了他的记忆 因为大叔知道林在瑞就是当时给李中仔运送前台 给那名法医的小弟 大叔读取了他的记忆后 发现了李中仔就在附近的高尔夫球场 此时在优闲打球的李中仔还不知道 自己的命马上就要在街南逃 迎面走来的大叔发动了念力 瞬间解决掉了周围的保安 看到这一幕被吓坏的李中仔刚想逃跑 就被大叔用念力拉了回来 大叔看着眼前陷害自己妻子的仇人 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 可就在这时二哥和邱仪却赶了过来拿枪阻止了他 为了不让大叔杀害人类 二哥先让邱仪将李中仔开车带离现场 而二哥自己则扑到了大叔的身上 为他们拖延时间 可被复仇恶灵附体的大叔 在力量上显然要比二哥强大得多 不得已之下 二哥用手铐将自己和大叔捆绑在了一起 但被恶灵洗脑的大叔眼里只有复仇 想对曾经的好朋友下起了死手 好在关键时刻 大叔靠着仅存的意志松开了手 随后发动了念力解开手铐 继续追上了李中仔逃离的位置 就在大叔即将杀掉李中仔的那一刻 二哥又一次赶了过来打伤了他 结果却被李中仔趁机开着电车摆脱了他们的纠缠 此时苏文和卷毛也赶了过来 大叔只能先离开了现场 然而回去后 大叔开始意识到必须铲除掉驱魔小队才能完成复仇 于是他决定联合恶灵老大 准备将驱魔小队引诱出来一起处决 到了第二天 外出巡逻的卷毛终于在周围嗅到了恶灵的位置 与此同时 大叔偷偷地潜入了一家高级酒店 去往了最高层的房间 很快驱魔小队发现大叔后 卷毛突然发现楼顶的气味已经越来越浓 苏文意识到 他们的灵域力量不仅限制于长度 还局限了高度的位置 而三级恶灵老大他们一直躲在了最高层 所以才嗅叹不到他们的位置 很快随着电梯门的打开 几人走出来后准备让苏文召唤出灵域 可没想到的是灵域的高度也无法到达顶层的位置 这时与苏文契约的容忍立即告成他们赶紧离开现场 然而等反应过来的他们已经为时已晚了 三级恶灵老大和大叔已经成功将他们围捕了起来 于是驱魔小队分成两组准备突围 苏文一人独自去对付拥有超强念力的四级恶灵大叔 而其他几人则对付三级恶灵老大 但没了灵域的法力 增强驱魔小队根本就不是恶灵他们的对手 很快苏文和其他驱魔队成员都被打得无力还手 二哥和卷毛拼死冲了过去 分别将大叔和恶灵老大扑倒在地 几人趁机也压了过去 成功牵制住了他们 但偏偏这个时候李莎拉却赶了过来 抓住了倒地的苏文 并且从她的脑袋当中 读取到了苏文重生时牵血驱魔契约的记忆 于是李莎拉果断发动了能力 将其这段关键的记忆消除 一瞬间苏文的能力彻底丧失 从卷发变回了普通人 而在一旁的恶灵老大看到这一幕更是气愤的怒吼 因为没了苏文的能力 他就无法得到飞跃的升级 愤怒的恶灵老大立即摆脱了几人的压制 而苏文被恶灵删除了所有记忆 变回了普通人陷入永久昏迷 没了最强驱魔人苏文的能力 驱魔小队成员根本就不是三级恶灵的对手 恶灵老大见苏文的能力被李莎拉清除 决定吃掉他来增强自己法力 为了阻止恶灵老大成为究极体 邱一扑了过去打断他的施法 就在双方僵持之际 没想到驱魔小队的会长拿着重型加特灵走了进来 在会长的火力压制下 恶灵老大和大叔都被打到疯狂逃窜 趁此机会他们赶紧带着昏迷的苏文走进了电梯 但就在几人快要逃脱时 折返回来的大叔却用念力死死控住了他们 好在二哥回想起当时与苏文训练过摆脱念力的技巧 成功打断了他 这才让驱魔小队顺利逃离了恶灵的魔爪 而眼下驱魔小队最关键的就是必须召唤回昏迷的苏文 这时二哥想到拥有感知能力的小娜 或许可以去恢复苏文的记忆 可小娜发现苏文被删除的是他与驱魔熔人签约 还有小时候车祸昏迷的记忆 而失去了这两部分的记忆 导致苏文和驱魔熔人都被困在了境地无法连接 如果不能找回这些记忆 就算小娜也无法将他复原回来 可现在没了苏文 驱魔小队又不能直接跟恶灵老大和大叔去对抗 因为大叔体内的恶灵一直在诱惑他去杀害人类 想变成究集体形态 如果他们能提前抓到大叔的仇人李中仔 就可以阻止恶灵的能力壮大 到了晚上小娜潜入了苏文的内心 却意外在角落边发现了他 然而内心的苏文似乎受到刺激 根本就不想与驱魔小队的成员相认 因为在苏文昏迷前 他以为自己没有守护好队友被恶灵残忍杀害 看着最亲近的人都死在自己眼前 苏文一直躲避在内心不肯苏醒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苏文和他体内的驱魔熔人很快将会面临消失殆尽 为了找到李中仔的下落 秋仪去找到一直帮李中仔做事的林在瑞调查了 林在瑞看着眼前被自己多次出卖 还要帮他的秋仪陷入了困惑 他意识到秋仪就是曾经在小时候救过他一命的那名神秘人 如果那天不是秋仪的帮忙 或许林在瑞也不会活到今天 最终林在瑞把李中仔明天就要偷渡到外国的事情告诉了秋仪 驱魔小队得知了消息后 意识到这是抓住李中仔最后的机会 然而他们不知道李沙拉这边窃取了李中仔手下的记忆 也发现了这个秘密 到了晚上李中仔来到了码头 准备带上自己诈骗回来的一千亿一起外逃 可就在他开车准备离开时 李沙拉却提前来到了现场抓住了李中仔 而就在李沙拉动手瞬间 驱魔小队及时赶到打断了他的计划 这也给李中仔找到机会逃进了码头的大货柜当中 二哥和秋仪见状立即分头行动去寻找他的下落 而小娜这边负责去拖住李沙拉的纠缠 再次与他搏杀 但经过上次的战斗 小娜的伤还未痊愈 根本不是李沙拉的对手 受伤的小娜赶紧逃进了一间货柜里面躲藏了起来 但很快追上来的李沙拉却发现了货柜门的异常 找到了小娜 就在李沙拉以为自己要得逞时 殊不知已经中了他们的圈套 在外面的卷毛赶紧锁住了柜门 让里面失去了所有的光线 在双方都没了视野后 必然对拥有感知超能力的小娜更有优势 在里面摸黑的李沙拉瞬间就被小娜打得无力着假 瘫倒在地 最终李沙拉体内的恶灵被小娜成功召唤回来地狱 然而李中宰这边却偷偷地拿起了枪响对邱仪发起袭击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突然冲过来的林在瑞竟帮邱仪挡下了子弹 赶来的二哥愤怒地将李中宰暴打到鼻青脸肿后带过他 这一次驱魔小队终于取得了胜利 然而恶灵老大这边却又开始诱骗大叔 必须铲除掉驱魔小队这颗绊脚石 于是大叔偷偷利用了苏文最亲近的外婆 想将驱魔小队引诱出来 很快到了晚上 会长接到了苏文外婆走丢的消息 他立即赶到了警局 在确认了外婆安全后 会长将他送回了家里 但就在会长出门时 敦服已惊的大叔突然冲了出来 掐住了他的脖子 就在这一瞬间大叔读取到了会长的记忆 发现了驱魔小队的总部基地 可突然大叔发现了昏迷的苏文后 并没有对会长下杀手 离开的现场 然而恶灵老大这边却找到了 将其杀害并且吃掉了他的灵魂后 又进一步地晋升了法力 现在驱魔小队的基地被发现 他们必须赶紧召唤回昏迷的苏文 这一次小娜想再次进入苏文的内心 准备将他拉回来 但小娜发现苏文的内心 一直被恶灵老大和其他恶灵蛊惑 这也让原本内心脆弱的苏文 瞬间就变得更加崩溃 苏文看到了自己驱魔小队的成员 都死在了上一场的战斗当中 一旁的小娜一直劝告着他这一切都是假象 可苏文根本不相信 小娜见苏文一直执迷不悟 于是给他灌输了曾经并肩作战的记忆 可这些记忆仍然无法唤醒 已经失去了斗志的苏文 就在这最后一刻 苏文看到自己小时候和家人车祸前的记忆 眼看着大货车即将撞来 他不想再让亲近的人受到伤害发动念力 这一刻苏文终于清醒了过来 在基地的周围瞬间升起了淋浴 苏文找到了自己的驱魔戎人 再次与他签下了契约 驱魔小队成功恢复了最强的战斗力 此时恶灵老大以为最强驱魔人苏文已经丧失了能力 于是他把目标盯上了大叔体内还未彻底进化的恶灵 只要恶灵老大吃掉了大叔的灵魂 必定会让两只恶灵得到融合 因为大叔体内的力量 远远要比驱魔小队的几名成员强大得多 而就在恶灵老大即将杀掉大叔时 远处升起的淋浴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这也让恶灵老大意识到 最强念力的苏文已经重新苏醒了过来 不过此刻的大叔也已经进化到能吸取灵魂的力量 立即对其发起反击 在摆脱了恶灵老大的纠缠后 大叔决定独自一人去手认自己的杀妻仇人 然而大叔却不知道他体内的恶灵已经可以操控他的身体 而大叔和恶灵老大搏杀的这一幕 也被驱魔人小纳通过灵魂看在了眼里 现在驱魔小队能做的 就是必须阻止大叔和强大的恶灵融合成为究极体 于是他们决定利用大叔的杀妻仇人李忠仔来作为诱饵 将他骗出来 驱魔人二哥作为警署亲自押送李忠仔前往监狱 其他驱魔小队成员则跟在球车的身后 随时观察大叔是否出现 而显然大叔必定不会放过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大叔挡在了路上 他发动了念力让球车和驱魔小队的车辆都失去了控制掉进草丛 得到法力增强的大叔瞬间就将驱魔小队的所有人控制得无法动弹 此刻还在监狱蹲守的苏文察觉到消息立即前往现场 可这时的大叔已经劫走了李忠仔和大八开往他妻子所埋葬的方向 大叔的目的就是想让妻子亲眼见到杀害他的仇人死在自己的手里 这一路下来大叔凭借着自己的意志 抵抗着恶灵想杀害无辜人类的诱惑 但唯独眼前这名害的他家破人亡的诈骗犯大叔势必要亲自处决 随后大叔开启发动机的摩擦 准备跟李忠仔和体内的恶灵同归于尽 可偏偏这时自己的母亲也在此地发现了大叔 母亲劝说他赶紧离开 这也让李忠仔找到了机会破窗逃了出来 反应过来的大叔立马追了上去 结果又被母亲挡在了身前 母亲不想他再堕入黑暗的深渊 失去自己唯一的儿子 而就在这时恶灵却抢夺了大叔的身体 一拳掐住了母亲的脖子 看着眼前即将窒息的母亲 大叔却完全不受控制无法松手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苏文赶了过来用念力弹开了大叔 苏文以为大叔丧失了所有的理智 狠狠地将他打趴在了地上 但就在他召唤出灵狱的那一刻 却不知道大叔也可以吸收灵狱的力量 一瞬间大叔的法力也开始增加 在几个回合下就将苏文控制在地上 就在恶灵准备用玻璃扎向苏文的那一刻 大叔告诉了他一句重要的话 我应该成功就是 紧接着大叔强行抵抗着恶灵的力量 将玻璃插进自己身体 就在这时二哥拿枪赶了过来 却被苏文故意放走了大叔 二哥质问苏文为何要给大叔逃脱的机会 可苏文认为大叔肯定还有不可隐瞒的事情 很快去摸小队回去后 商讨起如何对付大叔体内的恶灵 因为现在的他已经拥有能吸取灵狱的力量 这远比三级恶灵老大他们强大得多 苏文觉得大叔还在抵抗着恶灵 所以肯定有机会可以感化他 但二哥却认为大叔已经被恶灵吞噬 不应该对他再有仁慈 此时躲在浴室的大叔意识到 恶灵的力量已经让他无法操控 为了不让他彻底吞噬自己 大叔拿起玻璃想扎进自己脖子 可没想到恶灵却再一次抵抗住了他的身体 拦住了大叔 在不久的将来 大叔很快就会沦为恶灵的杀人工具 而另一边 二哥重新找回了逃跑的李中仔 逼迫他输出与恶灵老大的关系 原来当年谋划了1200亿的诈骗案 正是李中仔和恶灵老大一手操办的 并且恶灵老大才是这起诈骗案真正的策划者 而李中仔是执行者 但李中仔在拿到钱后就私吞了1200亿 所以才被恶灵老大一路追杀 随后李中仔把佐证恶灵老大罪行的视频 交给了驱魔小队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 他们并不能直接公布真相 将恶灵老大送进监狱 因为一旦被大叔知道 害得他和妻子家破人亡的人是恶灵老大 那必定会让大叔把复仇的目标 对准恶灵老大与其展开搏杀 一旦有一方输掉 那么倒是拿到两只恶灵力量的人 将会成为究极体的形体 这时小娜想到可以利用灵狱来联系大叔 说服他去进化掉体内的恶灵 于是苏文在地上升起了灵狱 联系到了大叔 告诉他母亲的身体状态 原来当时如果不是苏文及时阻止他的行为 大叔的母亲可能就与命当场 苏文劝道大叔可以相信他们的力量来处决掉恶灵 恢复到原来的模样 听到这话的大叔想起了与妻子的过往后 决定放下了复仇的怨念 但还没等他们处决掉大叔体内的恶灵 恶灵老大这边却闯入了监狱 找到了李中仔并亲手杀死了他 随后他抱着满身是血的箱子来到了电视台 做出一个毁天灭地的决定 恶灵老大在众目睽睽之下 将当年诈骗案的策划者真相全部公布了出来 此时此刻 在屏幕里得知真相的大叔再一次被激怒 复仇淹没了双眼 在一瞬间大叔便来到了恶灵老大的面前 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 而这时恶灵老大还在给大叔传送起当时陷害他妻子的画面 彻底被激怒的大叔最终还是杀掉了恶灵老大 将他的灵魂吸进了体内 这也让他体内的恶灵得到了完全T的升级 驱魔小队即将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 此刻的大叔不仅能吸取灵域的法力 还拥有了快速恢复治愈的超能力 驱魔容忍为了安全 对驱魔小队下达了将大叔格杀勿论的指令 但驱魔人苏文认为大叔还存在自己的意识 想继续尝试对他进行召唤 这也导致了苏文跟二哥他们产生了不同意见的矛盾 因为二哥认为大叔体内的灵魂已经被三级恶灵老大完全吞噬 为了试探出大叔的灵魂是否还存在 苏文利用灵域进入到他的内心世界 结果刚进去就遭遇到了三级恶灵老大的灵魂袭击 勒住了他的脖子 就在危机时刻 大叔的灵魂出现 将苏文的力量唤醒传送了出去 这也让苏文坚信可以利用召唤的力量 将大叔体内的恶灵进化出来 然而还没等他找到办法 驱魔人二哥这边就出现了意外 二哥接收到了神秘人的情报后 带着下属前往大叔藏匿地点调查 可当他们来到了现场后 二哥担心有危险 便让下属去外面去把守 但没想到二哥刚走房间后 下属就跟失去意识一样自己走了进来 眼看下属开始拿枪顶在脑门上 二哥立即扑了过去打断了他 原来这都是躲在一旁的大叔利用了念力搞的鬼 二哥赶紧拿枪朝着大叔射了过去 可根本对他造不成一丝的伤害 面对成为究极体的大叔 无论在速度和力量上二哥都不是他的对手 大叔将二哥控制后准备读取他的记忆 找到其他驱魔小队成员的位置 危机时刻二哥赶紧拿起手枪准备处决自己 却被下属开枪打断 然而被激怒的大叔却直接将下属抓了过来解决了他 察觉到异常的驱魔小队成员 立即叫二哥赶紧离开现场 等大叔反应过来后 二哥已经逃离了出去 回到基地后 悲痛欲绝的二哥收拾了装备 想去跟大叔决一死战 苏文健壮赶紧把早上见到大叔本体灵魂的事情告诉了他 但二哥却责怪拥有最强能力的苏文为何不肯去杀掉大叔 如今失去意志的大叔就像定时炸弹 随时都会杀掉一些无辜的群众 如果苏文不肯出手 那二哥只能自己亲自去找办法去对付大叔 不过担心二哥的安全 三妹小娜也坐上了他的车去帮忙 很快两人返回了大叔的房间后 却发现下属的尸体已经不见了 而就在这时 二哥突然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发现下属被救了回来 小娜通过读取下属的记忆才发现 原来当时是大叔的灵魂夺回了自己身体 并且凭借着最后的意志发动治愈术将下属救了回来 得知这个消息后 小娜认为可以继续用召唤能力进化恶灵 救回真正的大叔 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恶灵读取了大叔先前的记忆 找到了驱魔小队的基地 此时在基地的卷毛突然嗅探到大叔的恶灵臭味立即呕吐了出来 他赶紧把大叔已经来到现场的消息 告诉了二哥和苏文他们 眼看大叔已经走了进来 邱仪和会长只能带着卷毛躲在拳击台的底下 会长告诉卷毛基地隐藏的一个自毁按钮后 想自己去引开大叔 但邱仪担心会长不是大叔的对手 于是率先走了出去 随后会长也冲了出来 给卷毛创造机会打开了基地的自毁装置 可眼看准备按下装置 却被大叔利用了念力控制住了身体 好在这时苏文赶来 他勾起大叔的注意 让他松开了手上的卷毛 因为苏文体内的力量才是他最想获得的法力 两人二话不说便开始发动念力扭打在了一起 眼看成为究集体的大叔 法力远远要比他们强大得多 去魔龙人劝告苏文赶紧带着大家离开现场 可苏文认为这次是抓捕大叔唯一的机会 于是他按下的自毁装置的按钮 将邱仪和卷毛他们送出了门外 而自己独自留在里面去对付大叔 大叔狠狠地将苏文吸了过来 将他摔在了地上 只要大叔杀掉眼前的最强驱魔人 就再也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千军一发之际 二哥却赶了过来 他拉开大门将苏文救了下来 最强驱魔小队终于迎来了和究集体恶灵最后殊死一搏的大战 没想到成为究集体的恶灵轻轻一阵怒吼 就将驱魔小队打成了重伤 眼看恶灵逐渐变强 几人再一次冲上去 合力控制住了他的身体 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苏文进入到恶灵体内 重新唤醒沉睡的大叔 在几人的拖延下苏文召唤出灵狱 穿透进了恶灵身体里的内心世界 可没想到 这一瞬间也让恶灵直接吸取了灵狱的力量 而苏文在里面并没有找到大叔的灵魂 反被另一只恶灵老大勒住了脖子 为了给苏文拖延时间 驱魔小队成员拼死冲上去与究集体恶灵搏动 可在恶灵的体内 无论苏文如何袭击恶灵老大都对他造不成伤害 很快救激体恶灵用念力控制所有人后 将苏文的身体拉了过来 眼看队友都已经失去了最后的抵抗 就在苏文即将逝袭的那一刻 一滴泪水滴入了泥潭 瞬间升起了灵狱 而这也让大叔的灵魂意识重新被唤醒 夺回了自己的身体权 为了阻止恶灵老大 这一次大叔决定要与他的灵魂同归于尽 就在恶灵老大即将毁灭的那一刻 苏文发动了法力将他召唤回了地狱 苏文成功清除掉了恶灵的灵魂 解救了所有人 虽然解决了恶灵老大的灵魂 但奇怪的是 苏文却并没有醒过来 原来苏文发现大叔的灵魂 还沉浸在幻想的内心世界 不想出去 但好在苏文的劝说下 他才答应了苏文一起回到现实世界 为了不让大叔得知这一切 邱仪清除了他被恶灵附体的所有记忆 随着恶灵老大被召唤 驱魔容忍与苏文即将送他进地狱之门 然而没想到的是 恶灵老大却认为自己终会有回归的那一天 下一秒容忍发动了法力 将恶灵老大送进了满是恶灵的地狱 而在这里成百上千的低级恶灵 都饥渴地扑到他的身上稀释法力 事后苏文找到了容忍 想让他帮大叔完成最后的一个心愿 因为当时在内心世界 苏文答应大叔帮他再次见到妻子 不过接下来苏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便是前往外国去训练驱魔人 虽然驱魔小队十分不舍地找到容忍对峙 但还是支持了苏文的决定 在苏文的帮助下 全球的驱魔人法力都开始逐渐上升了很多 但容忍容忍没想到的是 苏文却给他的女儿带了回来与其相聚 经过了数月后 苏文再次回归与驱魔小队一同清除恶灵 至此惊奇的传闻第二季到此结束 感谢与小帅一同看完这部剧 我们下部剧再见